說明 你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待會就讓老師趕快先開始上課 那今天課程呢 我等一下 今天課程會有兩段 前面一大部分是老師會針對工法的介紹 那接下來在最後20分鐘 我們會請我們的助教志雄大哥 會針對下個禮拜我們要去踏查的 作為我們練習踏查的那個場域 也就是仙基岩步道的海軍組支線 進行環境的介紹 跟為什麼會有這個 過去兩年這樣在那邊施作的這個機會 跟我們在那邊做了什麼 那下個禮拜呢 我們到了現場就會直接 先指導大家 先帶大家先做一個練習 然後針對現場的一些工法做介紹 針對這個步道的環境背景 就不再多做說明 就是稍微節省當天進行的一些時間 然後再來是 客戶還是要有一個客戶的說明 因為那個上個禮拜老師出的那個作業 顯然有點難對不對 我們到目前為止只收到三個人 回覆作業 不過沒關係 我們沒有要求說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之前 當然要在結訊之前 講完作業 但是如果大家能夠盡早的 把這個作業裡的 不管是不成熟的想法 或者是對這個 概念的應用上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丟出來都可以寫出來 那老師才知道說 他還可以再針對哪個部分 或者是我們請助教 去跟大家介紹跟說明說 哪些應用上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之後大家做報告的時候 才會比較更容易上手這樣子 所以就請大家還是盡量 能夠及早把作業交出來 丟出來 用任何形式都可以 你可以上網點 或者是寫成Word檔 或者是PPT 都可以 那我們都會集中好之後 上傳到雲端應點 讓老師 讓九月老師都可以看 那如果 這次課程進行沒有太多問題的話 我們就趕快請老師 先針對今天課程的主題 進行上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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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構思他們的構思是我們 我們也所不斷 只有你自己的動作 因為其實我們要做一次 教育之內的構思 他管理組合 不構理組合 或是我們打不到 那再來那麼幾點 你這麼多 今天 一共做一個問題 我可以隨便 隨便什麼樣的教育 大家晚安 你看 關於上禮拜的那門課程 那三位先教的應該有問題 沒有問題才怪 因為我上完禮門課以後 禮拜五 我們就去調查了 從沿通市走到洪湖地那個月令 調查完回來 我們也依照我們原本制定好的分級分類 結果再回到辦公室以後 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不能說旗艦很多 但是每一個人可能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所以 不過你把它當作一個學習就可以 因為最後還是要你自己下自己的定論 但是它可以follow那個部分 不過提供給兩點給大家建議 第一個從環境的屬性可以稍微看它 第二個就是人為的干擾程度 簡單這樣講 我們那天過了烘爐地以後 要往華夏空端的方向走 但是大概走三四百公尺以後 就開始有一個下窃的路線 那是到什麼停 鴛鴦停是不是 那是回去的時候 對 那是什麼 鴛鴦停 OK 從要往華夏的那個林線 一路下街到鴛鴦停大概有四百多公尺 那一段的 我先講環境 那一段環境跟步道的撲面的情況 是一個相當荒野級的 有機會大家去走走看 是很荒野級的 就是環境上面也是 步道的撲面上面也是 因為它沒有任何 幾乎是人工設施的撲面 大概只占百分之五而已 其他都是很荒野 然後旁邊有一條集水路 偶爾會有一些吸水的聲音 環境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步道的撲面 通通是自然的撲面 可能有石頭有自然的土路 然後上上下下 也有一些坡路的變化 石頭也長了很多青苔 所以看上去 然後因為就是在那個谷地旁邊 又有集水路 所以看起來真的不錯 但是有一個東西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是你耳朵聽到的 高速公路 除了高速公路以外 就是要上轟爐地的那條 那條公路上面的車子的聲音 偶爾可以聽得到擴音器喇叭的聲音 所以那會讓我覺得很conduced 那我在這麼荒野的環境屬性裡面 為什麼可以聽到這麼多 那個就是人為干擾進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在定義 那這個你要定義它是荒野劑 還是屬於區域的都會劑 那最後我們認為那是 那個環境算是一個特例 但是因為你周邊有很多人為的干擾 那個是很巴得你的 就像我妹妹在講 理論上來說你在一個荒野環境裡面 應該是一個很孤立 或是說是一個很孤獨荒野的那種感 然後你不應該有這種人工測試物的聲音傳進來 特別是機動車輛跟擴音器喇叭所產生出來的這種聲音 那個是完全是人工的東西 如果說你偶爾聽到有人在那邊講話 那還好 那是一個人的聲音 但是完全聽到的是這種機動車輛 這種喇叭這種很現代化 都會去城市裡面才會有的那種環境背景聲 就會出現在那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做適當的一個調整 所以大概擠這個力量讓大家稍微認知一下 好 今天的所做步道的工法教案會有很多 所以我會run的稍微壞一點 因為過去在上正門課的時候 一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應該是先上課再出去做 有些人認為應該先去操作再回來上課 那個就像你畢業以後 大學畢業以後到底要直接念研究所 還是去工作幾年再回來念研究所 或者是邊工作邊念都可以不同的選項 但是應該都有不同的收穫 應該都有不同的收穫 特別是我們這邊三位新竹處的志工在這邊 他們的操作經驗大概也有兩三年的操作經驗了 所以想必他對某些部分也相當的純熟 大部分的人還是屬於第一次的接觸 當然我們助教的方面也是一樣 所以你工作過操作過以後 你再回來聽或是再回來看 那也許有些東西你會有所體悟 但是你沒操作過 你聽可能好像阿聽你 但是你在操作過程中 也許會喚起你一點點記憶 但通常不會太多 但是當你操作過完了回來再聽 也許就是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很快地來談 那我們先開始不講功法 因為功法 步道的功法在台灣比較會這樣子去談 就像我記得上禮拜有談的就是說 國外在面對步道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不是馬上來談功法 也不是馬上來談 我怎麼樣去改變鋪面 他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怎麼樣把路線找出來定義出來 那這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在其他曾經舉過案例就是 在美國的國家公園裡面 曾經有人離開了步道 簡單講就進入到生態保護區 但是有的人會被罰 有的人不會被罰 的標準是在於這個路基明不明顯 所以如果我們去國外走步道 通常在Signage裡面就會加上一個叫做 叫你要Stay on trail 就是叫你要走在步道上 或是叫你要待在路徑上或山徑上 那你怎麼認知山徑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在國外在處理步道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你要處理路基 把這個路線跟道路的這種痕跡 你要很清楚的 像這一個 當然因為我們坡度太陡 然後很多紙在遮住 感覺上他的路基不是很清楚 所以當他走在這個地方 不小心走到其他地方去的時候 侵入到了自然保護區 被巡邏員或是被Ranger擺到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講 因為你的路基不夠明顯 所以讓我誤入歧途 所以基本上來說不夠懲罰的要件 但是當他如果把這個路基清得很清楚 你又偏偏想要走到這種環境裡面去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沒辦法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 路基跟這種自然的荒野環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構成拔了要件 拔了要件 首先就是 因為我們謎途跟罪癌 是過去另一年來調查 一直是登山發生事件意外的兩大主因 當然罪癌有很多因素 但是謎途大概基本上來說 跟有些人登山有沒有事前做準備 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路基的明度明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每一次在操作之前 在做步道 我們一定都先做路基的整理 那這個路基的整理包含這些東西 包含這些東西 那當然如果不是在你將來要做步道的周邊的 或是不是需要做的 那你就沒有必要去砍除它 那我們還是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做的砍除動作 其實基本上不是斬草除根 我們只是把地上步做一個清除 那甚至於有時候出口這樣爬過去 有時候會把根部也刮起來 可是如果你熟的話 你熟了山藝的環境的話 你一個月以後再回去看 那個東西很快就再長回來 如果你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你很難去判斷它的步道到底 中間有沒有石頭突出 有沒有或者是我們簡單講的 那個洩水方向排水的路線到底怎麼走 你如果在這個環境裡面其實是很難看得到的 所以我們講到了我們第一件事情 清除這些以後路基清除了以後 有助於我們判斷步道面上面的石頭 高高低低排水方向等等這些東西 那有利於以後期做處理 所以路基整理完了以後 第二件事情就開始要把步道上最大的敵人 把他排除掉就是水 就是水 所以國外基本上步道就做這兩件事情 為維持路基的完整性 然後第二個在山徑上面做排水的動作 做排水的動作 這個是大概國外兩個比較重要的 所以你去看 那個不管是阿帕拉基或太平洋海、山脈 這些志工就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那偶爾那些過水橋、氣石街等等 大概所要做的大概都在處理這些事情 處理這些事情 那通常我們都希望如果 等一下會用案例講 如果這是一條我要操作的路 步道維護或是維修要做的話 那如果步道的寬是60米 60公分 60公分 嚇我一跳 寬度是60公分 通常我會再往旁邊兩側各砍50公分 也就是說把它清出來以後 但是你最後在整理的時候 也許你就只整理那80公分 或是60公分 那簡單概念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你不要跟我講說 像這個已經掉下去了 你還是要再整理50公分 就掉到旋來下面去 那我也沒辦法 所以你這邊寫的 比路面寬度寬度寬度 50到145 兩側 各 各寫度 對對對 寬度會跟地形變 如果說這是一個很平坦的地形 你可以稍微砍寬一點 然後 其實如果你在野外濕作 如果是一個從沒有到有 你就會發現 砍掉了以後 也比較好去濕作 走來走去 那濕作完了以後 那這一條60公分 也許會比較草會難漲回來 但是兩邊的話 草很容易快 又再蓋回來 又再蓋回來 這個 我們在 新北市的那個金山園區 我們操作了三年 幾乎每一個月 幾乎如果一個半月 或兩個月去的話 陸基都要再重新再整理 因為都會很快又再漲回來 又很快再漲回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上禮拜PDF檔有收到嗎? 有 有 所以還清楚 所以 OK 中文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我們就 anyway 所以路面的卸水方向 路面的卸水方向 那也比較好去判斷後續上 那我到底步道要留這麼寬還是留這麼寬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通通被炒蓋起來 你很難去判斷 OK 可是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東西啊 是架構在已經有那一條步道了 還是說現在是零 都可以 目前 對 都可以 可是牽涉到的是說 如果是已經 原來就是一條步道 只是它被蓋掉了 我們現在要去維修或者是整理 這是一個狀況 那如果根本還沒有步道 你現在要去先把路線找確定出來 然後才開始去做施工或者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是兩個都可以 對 因為像這個好了 假設我們去維修這個 那我想知道它旁邊的狀況 所以我會開始做60公分以後 兩邊各50公分去做砍除的動作 那我也比較清楚 可能砍開來以後是這個樣子 我也比較清楚說 原來這邊有一些危險因子 我要把這顆比較凸出來的這些大石頭 稍微的移除 那把它稍微整平 這是 那如果說像這樣子完全沒有 那當然線我們要先定 就像那個向陽 不是像 那個是大坝那一組吧 那個改線嘛 所以你先跟帶你 一定是要先把線 用那個細繩 至少塑膠直接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 就開始做路基整理的動作 那整理雖然會整理比較寬一點 可是你看最後走走走 應該還是維持在那60公分或40公分左右 等一下會有 會有案例 會有案例 另外來說 什麼是危險因子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會跟著區域的分級分類也有關係 如果你是在區域級的步道裡面 這些東西確實都要去清除 因為我們昨天上禮拜有講的 使用者是誰 可能是一些不常接觸三眼 但是民眾也很想接觸自然 所以他可能有時候會穿著輕便鞋 那對野外的環境也比較不清楚 不如熟人 所以他有可能 OK 沒有那個照片 那會在哪裡 他有可能走在這個地方 不小心踢到這一顆大的石頭 他就會跌倒 但是對於你們經常在走荒野步道的人 踢到這些東西 你知道怎麼反應 所以 他會不太會跌倒 或是有點會跌倒 但是受傷的程度可能不會他那個樣子 所以即使有一點點 一些所謂的微木啦 或是說這邊偶爾會有樹根這樣勾起來 摟空 那你知道真的 有些人就是走路沒有在看地上的 很容易就被絆倒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叫做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 特別是樹根跟凸起的這些 會絆倒的石頭 絆倒的石頭 另外當然 台灣的差路實在太多了 那天光走延通室就有N個入口 N個入口就是 王二馬子他家從後面他就要開一條路上去 那陳大統看到他家 他要從他後面 每一個人都想開 從他的後門打開以後就直接上山 都不想走到正旁的那種登山 所以理論上來說 應該盡可能把插路、列進來等等這些東西 用一些明顯標誌的東西把它block起來 然後我們盡可能的永遠再push 一個比較好 你不能講好走的路 但是我們要主推的那條步道 盡可能的讓步道不要複線化 這個時候我們會想要做了一件事情 那路基的整理完 該怎麼樣做泄水的方向 OK 通常如果步道還沒受損之前 在台灣的步道你經常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條步道 但是它的排水方向通常都是往內排水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下次你們上站再去看看 如果是現有的步道 它都受到過去產業道路的施設的影響 所有的產業道路施設是向內排水 假設這是上邊坡 那通常我這邊要開一條路 如果是產業道路 它通常會切成這樣子 然後這邊會留一個L型溝有沒有 然後它比較好掃 然後這邊打P吸起來 所以它的泄水是往這邊走 然後因為這個是水泥 所以不怕 話說不怕 但是一旦這裡沖刷掉以後 這整個會垮掉 那我們的步道 基本上反過來 OK 不管是你試度機整理 或是後續上 這一個邊坡 因為刮台風下大雨 或是怎樣把石頭往下衝的時候 你就要改變這個事 因為你重新做了 所以一樣的 你還是用紅色的面把它切出來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步道的面 我那個畫得比較誇張一點 因為為了讓你看到有波度 但是按照美國的標準做法 這個叫 Cross Slope 步道的橫向泄水坡度是5% 差不多畫了這個樣子 但是在台灣來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山友都會說 我這樣走起來 會跌倒 會 會 特別是像我畫到這一個 對不起 對不起 如果這邊是斷崖的話 它走在這邊好像很容易就翻出去的感覺 在台灣你可以抓大概3% 那你不要伍我們3%是多少 以後多來參加步道之工操作就知道 會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就是你看看得出來有波度 因為通常我們這個都不會太寬 大概是1米5、2米 或是甚至於90公分、80公分 所以這個坡度絕對看得出來 如果人行道是一個5米的2%的泄水坡度 你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的步道通常沒那麼寬 所以不管怎麼樣 因為當你移除了這個 或是如果它其實沒有崩塌 那最後應該是修成這個樣子 是應該修成這個樣子 這是步道面的排水 所以其實美國就做這兩件事情而已 正常的步道大概他們是做這兩件事情 做這兩件事情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原始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陸基不是很明顯 因為這個都是荒煙漫長 所以第一次施工的過程 然後後來施工完成了以後 那因為這個上面有落差 所以會旁邊壓一些氣勢的收邊 你氣勢到湖外去 其實這是一個平的 假設這邊也都是平的 你還是會發現 它還是有壓路邊 就是壓路圓 它就是要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的界線 這邊過來長滿了草就不是trail 這邊到山邊有石頭的這個就是trail stay on trail就是stay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走到這邊 這邊是屬於管制區或是聖誕保護區 對不起 你沒有抓到我可以罰你 如果這邊這樣長長長長長長長 一直長到這邊來 我是很清楚像這一個 讓他們看得清楚 那你如果在這邊走不小心走進去的 你可以去申訴 對呀 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怎麼告訴我 到底trail在哪裡 但是這樣子就很清楚 那這個只是剛完成的 後來半年後再去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半年後再去的情況 或者是像下面這一章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是原本在樹林裡面 沒有任何軌跡 然後後來整理出來了以後的情況 那橘旗是我們會常用到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繩子的話 橘旗會是比較好用的 就是大概你會去標定你要經過的路線 然後在這個地方 像這個後面有一次橘旗 所以這個樣子我們就很清楚 我要輕的路線到底到底在哪裡 我要輕的路線到底在哪裡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這個輕 也不是把所有的石頭通通剪離開 也是大概基本上我們剛剛講的 除非有凸起的被我踢到 它踢不走 然後又會讓我半倒的那種情況 像這種小石頭我踩過去 我踢到它可能會滑 被我踢走那就比較沒有關係 不會說要把路面上所有東西都清得很乾淨 OK 另外有這種情況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很標準的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往外卸水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而且它鋪滿了松針 這個是我們最理想步道的狀態 最理想步道的狀態 通常我們走路的時候一定會遇到這種步道 而且相當的都在台灣 就是上邊坡崩塌下來 然後走走走走走 然後這邊下邊坡又蹦一個人 這邊崩塌下來 然後人場一直在那邊走 這邊就隆起 隆起 所以這種東西也要做維修 因為如果你不是維修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沖石溝 然後一直走一直走的話 到時候這個沖石溝下來 這個沖石溝這整個邊坡就會崩掉 就會崩掉 所以小地方就要開始做 如果這小地方開始做 就不會變成有這麼大的問題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求得土方的平衡 挖外面的補裏面 因為這邊隆起嘛 就像這裡隆了一個 那這邊深陷一個溝 這邊深陷一個溝 你把這邊的土培過來 然後抓這個泄水方向 抓這個泄水方向 OK 那這邊應該有看得到 這邊有一根樹根在那個階梯上面 像這種東西鋸子就記得把它鋸掉 鋸子鋸著就把它鋸掉 那當然也能爭議說 你鋸掉一個樹根不就那個嗎? 其實不知道你們清不清楚 我樹只要環狀剝皮留一公分 它還是可以生長水分的因素 所以相對上根也沒有那麼的 只是說你不要沒事幹就去砍人家的根嘛 通常突出布道表面的有一些根其實已經都撈死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我們會把這個部分把它砍除 或是用鋸的把它鋸掉 用鋸的把它鋸掉 然後再來就是 路面上的任何這些屬於有機質的東西 當你在做步道整理的時候先把它移除掉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步道上面布滿了松針 是我們想像中要的 可是我一開始見智的時候 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的 一開始見智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些東西全部移除 因為這些東西是後續上造成步道迷擰的很大的主要原因 但是當你把這些所有東西打得很實 你整理好了以後這個松針再上來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做過步道改良 已經做過步道改良了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有案例跟各位看 所以大概是這些東西 那適當的回復路面也有了寬度 那陸基整理好了 泄血潑度也對了 泄血潑度也對了 然後方向然後一些該必要整理的都整理掉了 但是以台灣的降雨量來說還是會產生沖刷 而且超嚴重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部分再去做一個分割 做一個分割 那當然沖石跟步道的很多音質有關 第一個當然相對的降雨量 然後第二個土壤的性質 你會發覺為什麼我走在那個將近六十幾度坡的地方也沒有沖石 因為它都是岩屑或是岩塊 那為什麼我走在一個平反大概五度坡的地方 講難聽一點 那它在那邊尿沒尿就產生沖刷了 因為土壤定質的問題 所以連土壤的性質降雨量 還有包括植被的狀況 有些植被狀況相當的玩好 就算為什麼同樣的降雨強度降在這裡跟降在那裡會有不同 都會跟這些 那當然寬度波度都很有關係 波度越陡寬度越寬 沖刷的力量會越大 簡單這樣講 簡單這樣講 好 那水要怎麼做 其實水第一個 我們剛剛那個做法其實已經把水往外排了 但是除了把水往外排以外 第二個我必須再把水拆解掉 那所謂的解構的意思就是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百公尺的步道 水從零的地方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這邊是一百公尺 如果我在這一百公尺裡面把它拆成三段 也就是每三十三公尺做一個橫向排水 那原本是一百公尺的水 是不是每一段只剩下三十三公尺的水 那這樣子力量 我們不講加速度不講其他的土壤地質的因素 光用重量來比的話 重量已經被我們消掉三分之一了 所以它的衝擊力量正常來說已經被我們消掉三分之一 所以你是一百公尺的水 在這個步道上面會產生沖刷 你只要適當地在這邊做橫向排水 它就可以把沖刷的力量減掉很多 好 標準的做法 我們用導流木 因為導流木是大家比較會常做的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看導流溝 但是如果你導流木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而且它比較容易做 通常我們用導流木做 如果這是一個行進的方向 步道的行進方向 這是下 這是上 所以從上面走下來 所以水流會從這樣走 然後這是步道的上邊坡 這是步道的下邊坡 簡單這樣講 所以上面的水會這樣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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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流到這邊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邊沒有排水中溝 通常大概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水一定會這樣流流流流流流到這邊以後 那會往這邊走 那通常有人會在這邊做一個溝 然後再集中出去 但是如果沒有 如果這邊在產生剛剛那個情況 水就會激在這裡 然後它會開始沖刷 就是剛剛看到有些照片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 但是通常一般來說 步道坡比較少有重溝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 水當這樣子流下來了以後 正常如果我們這樣的泄血坡度 它應該往這邊走 不會往這邊走 但是很抱歉 一定會往這邊走的方向 所以水流的方向 跟這一根我們叫做導流木的角度 要形成這樣的角度 三十度到六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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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九十度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一個三十度到六十度 基本上來說 它有一個力量會往這邊走 對不對 如果是九十度 它如果今天這邊一集了 它就會over 所以這一根其實是沒有用的 其實是沒有用的 當然你也可以買九十度 但是你可能每個月都要去清一次 你如果買一個三十度到六十度 也許你兩個月或是一季 你再去清一次 但是通常這樣子會很容易失敗 很容易失敗 因為導流木其實它是最不好的設施 但是也是最有效的設施 所謂最不好就是說它的效率沒那麼高 但是是一個最省事 但是又很快可以解決的做法 除了跟水流方向的角度以外 這個角度要記得 因為 最早最早統候的時候做錯了 它是反過來 反過來這是什麼問題 它是做成這樣 我們正常是要把水倒掉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 水是往那邊走的 那你等於把水往自己家裡面幹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這個角度 是跟水流的方向形成一個這樣的角度 這樣的角度才對 這樣了解嗎? 好 不要去記憶角度了 好 不要去記憶角度了 這個角度 大概就是30度左右 那你要張開一點大概就是60度 那這是很自然的違章 所以 所以 以這個狀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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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左手 你就擺在這裡垂直對不對 十字伸出去 就是那個角度 有沒有 就是那個角度就好 另外 經常發現承包商的錯誤 因為他們沒有上我們這堂課 第一個 導流木沒有伸進去上邊坡 他只坐到這裡 你下次去走步道看看一定有很多這種錯誤 抓到這裡有沒有效? 沒有效 對 應該講效果沒那麼好 因為有很多水會集中在這裡 他就從這邊流過去 同樣的 他會從這邊 如果你這邊斷開 所以我們說要深入上邊坡 而且那個地方為什麼畫圖 要丟一個石頭在這裡 是 因為那裡是攻擊點 那裡是攻擊點 因為他知道 他深深的知道有時候水是 從上面坡下來以後不會過來 他直接就在這邊 所以一路往走走走走走 撞到這個 所以他一樣的在這邊會做一個石頭 然後往這邊出來了以後 那為什麼要在下邊坡丟這些東西? 反中水流的水流 是的 所以一樣的也是疊水攻的問題 疊水拋石 而且深入上邊坡以外 這一根要突出下邊坡 因為你如果不突出的話 這個水到這邊 這邊是不是又流回去了? 部分又會流回去 部分又會流回去 所以你們下次去看 早期的功法來說 這個都做錯了 第一個角度錯了 第二個 他沒有深入上邊坡 第三個 他沒有突出下邊坡 第三個 他沒有在這邊做拋石的動作 那萬一沒有石頭怎麼辦? 嗯 就地區長 好 好 你 那是個很好的答案 萬一真的找不到石頭 這種地方不要硬被公司說 老實說33公尺要設一隻 你知道這邊設一隻 結果那個地方已經有點點突了 或是已經有點沖刷 結果其中出水 越來越沖刷越糟糕 前後 在你需要設導流木的地方 前後找植被比較完整的 或是會出去是有一根大樹的 因為大樹下面有很多的根 基本上來說 那通常我都會找有石頭的 有大樹的 或是草長的很完整的地方 去做出水的動作 稍微調整一下沒有關係 這樣有問題嗎? 這是個標準的做法 一定要背起來 不是背起來 一定要記得 每角就是要深入上邊坡 要突出下邊坡 做必要的拋石 夾腳的方向 要對 不要是這樣子斜 你要把水往裡面倒 往裡面倒 OK 所以是這個樣子沒錯 是這個樣子沒錯 好 那到底多長要設一個? 僅供參考 例外頗多 Anyway 坡度越遠 距離你可以看得到 同樣的地質 4%、6%、8%、10% 它的距離會越來越來越短 距離會越來越短 因為坡度跟加速度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加速度的平方是力量才正比 所以為什麼? 從如果它正常來說 台灣那個5%它就會開始超速 所以在6%的時候55米要一隻 可是到10%的時候 二數要縮短到25米就需要一隻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 土 有機質的腐植土 土壤或沙子狼土 歷史土壤 從上到下土壤的結構力量越來越強 所以你會發覺它所需要的長度越來越短 在同樣的坡度下面 或是10%在有機質的土可能需要25 可是到了歷史土質 說不定35一次就可以了 35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只是讓你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就好 Anyway 坡度越多 越需要做橫向排水 土質業造高 越需要做橫向排水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請教一下 那個12%那個坡路 為什麼沒有上去 是說那個坡路不可能有那種水 也不是 因為它已經縮短到20了 那這邊如果再需要的話 可能就10米一次 所以其實在那個狀況也很糟糕了 老實說 而且對不起 而且有時候 再超過為什麼不寫 你知道嗎 歐囉唷 它直接歐了 因為力量太大了 不力量太大 因為我畫一個駝面好了 而且我們在 埋 這樣子上下去 要上到 好 我畫斜一點 脫住這樣子 所以 水會往這樣走 那我們現在埋倒流木 我畫大一點 埋下去 那工程上面來說 大概會直接打一根鋼筋下去 這邊挖一個洞然後打鋼筋 那 志工的話 有時候會在這邊打一個木樁 或者是在這邊 硬一塊石頭 那都沒有關係 Anyway 反正就是要擋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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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它的坡度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它水其實就是這樣過去 它沒有這樣的力量 好 那再來很容易 承包商換了一個錯誤 就是 我應該畫圖讓你們去 好嗎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開始埋的時候 我們先不要講長久 一開始你做導遊墓 一對還是二對 一一一一 大家很聰明 可是你注意一起看 新設的很多現在長寶商在做的都是二年 他們都一直認為這樣這樣 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往上走 應該是這邊 那因為你這樣你才有這個空間 去把水留在這裡 你這樣的話一樣會有那個問題 就是它就直接握個過去 所以當你發現導流墓已經是產生這樣的時候 你就必須開始做保養 因此你必須把這一塊土做挖除的動作 這就是routine的維護管理 所以導流墓不是做人優就不做管理 一定要把它這邊在每隔幾個月 或是看下雨的強度多少時間 你要做routine的管理 好 除此之外這個是放大的斷面 但是如果我們整個再來看的時候 正常來說埋下去是這樣子 但是 埋完 這是原本的土壤 肌耳腺 你埋完以後應該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應該把這裡削掉 那這個距離 距離到這個距離 大概1米5左右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說你買導流墓的往前走 大概150公分的地方 甚至如果這是一個比較平的 或是比較具有操作性 你就可以再往前挪 但是至少至少100到1米5的地方 你必須把原本的這個紅色的土壤 的一瓶線 再把它往下挖 那往下挖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地方比較有空間 去讓水 然後也比較有多的時間 如果 誇張一點 下一場大雨 再下一場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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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可以下三場大雨 你再來做挖組的動作 所以這個如果做得好 這個一定要做 OK 好 做任何公法現場的判斷 不要只站在一個地方看 你一定要前後左右 也就是前後上下都可以 所以你看我們在看這一個 沖刷的這個原因的時候 從不同的角度 從這個方向看過去 從那個方向看過來 站在上邊或看一下 站在下邊或看一下 然後當然學理上來說 會講到兩個問題 就是上游積水區跟下游受水體 也就是說當它會產生沖刷 不是因為在這裡產生沖刷 而是從它上面的地方 水下來激激激激到很多了以後 這個地方你看步道中間已經凹陷了 這個都是還沒有改善之前的狀況 所以到底水是怎麼來 如果你就算在這邊把它鋪好 然後加橫向排水勾過去 可是上面的水還是會下來 所以你勢必要在前面的地方 再把它截流掉 然後這邊再把它回復出來 那才有用 否則這邊的水一直沖刷下來 你這邊一直在做回田的動作 那等於沒有意識 等於沒有意義 那下游受水體就是剛剛講的 你往下游排的時候的那個環境跟狀況 那個環境的狀況 而且你一定要去觀察 哪裡是水會停留的地方 那哪裡是水會停留的地方你怎麼觀察 在哪裡?OK這裡 形成淤積的地方 特別樹葉會集中在那裡的地方 那泥沙為什麼所有的下過一場雨 或所有的東西 它就在這個地方沉寂 不在其他地方沉寂 那就是在那個地方坡度特別的平緩 平緩 會形成水灘 水灘形成應該才會沉寂 要不然你流動的水是不可能沉寂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把它觀察出來 都要把它觀察出來 所以看完了以後開始 我們剛剛講的 現地的這種土狼的性質 剝土狼決定橫向排存的位置跟尖峻 然後開始進行現地的開挖 這個是在做導流 這是只是把木頭換成石頭而已 這個工法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導流溝 所以方向 然後最後完成這一個 那完成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出水的地方有沒有 在下邊坡的地方丟了很多石頭 因為在太魯閣什麼沒有就是石頭多 這個是它的好處 所以它的優點 有沒有它的優點 好 步道的整理這個就看得很清楚 這是一開始在走的道路 所以你如果不 這個是第一個動作 路肌整理跟不砍除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這個樣子 你完全不知道下面藏了什麼 裡面有什麼東西 洩水坡度是怎麼樣 所以我必須要先做一個 清除雜草路肌的動作讓它出來 那你才知道 喔 原來洩水坡度現在往這邊走 然後前面有這麼多的石頭 前面有這麼多的石頭 然後剛剛前面有一些已經講過了 危險的因子 凸起的樹根等等 那這些石頭會半倒 我都必須在這一次把它處理掉 處理掉 所以開挖 整理 你就會整理出這麼多的石頭出來 然後要不要留在步道上面 不留在步道上面 這些石頭可以怎麼做 那剛剛看到這邊是比較滴下去 所以它們把它疊在這個旁邊 當作鹿原石 然後土可以再疊上來 再做一個整理的動作 然後一路從這個地方下來 顯然的長度夠長了 所以當我把這邊所有的路基 路面全部整理好以後 如果我不做適當的節流 將來從這個地方的水到我這個地方 這裡應該會產生沖刷 所以要在前面做一個基本的橫向導流溝 橫向導流溝 那這個是那時候因為有帶水準移去 所以再稍微的測量一下水平 測量一下水平 那這種做法是兩面氣石中間再氣石 所以這個導流溝可以撐很久 原因就是因為它不會往下被切割 但是因為它的寬度不寬 所以也比較容易易積 而且又在零下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只要走過去腳稍微有機會 過去就把腳伸進去撥一下 就可以把它清得很乾淨 就可以把它清得很乾淨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施工前是這個樣子 開始路基整理 施工中看起來總是比較亂 施工後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去你應該看得到又回到草地 又是草地 但是至少沒有像之前 這麼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比較難走 那現在這樣子即使草藏出來 其實這個路基有人工耕種過 或是干擾或是失落過的 都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都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這個部分 好 等一下 都是水 都是水 只是水有島跟沒有島 水的量的大跟小的問題而已 那當然過去我們經常看到 台電或者是一些保線路 或者是過去的一些產業道路都是這種做法 只要有三件出水的地方 一定會做一個R形起來 後面是一個集水井 前面是一個導流溝過去 後來後來慢慢地改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改成這樣的形式 乾氣的 然後出去了以後 基本上的疊水 或者像這一根是剛剛介紹的導流木 這個是從下往上看 這個是從上往下 然後這個是它從這邊走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沿的部分的話 已經被我們清掉了 那這樣子查 那後面的部分都填的比較高 後面的部分都填的比較高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這個地方被泥土已經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要做必要的整理 那它是很標準的 這邊深度這邊出去 然後這邊有丟石、片石在這個地方 有片石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剛剛看到的 它中間已經隆起了 所以中間是一個水路 那隆起水路怎麼辦 所以適當的地方還是把它挖開 那它挖開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直背很多的地方 直背很多的地方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變形 就是上面邊坡下來 它在側邊挖了很多的縱溝 縱溝以後橫向、橫向、橫向 但是因為材料取得的原因 所以就是將就將就 石頭找得到這一根橫木沒那麼寬 然後就設置了 然後到下一個 這個都在試做過程裡面 然後有時候如果可以找到石頭比較多的 那就用這種方式去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結合 甚至於如果木頭也用完了、石頭也用完了 那只好用土石的方式去做 直接開挖的動作 那有一年在大洞山 較高組很多 但是木頭沒有 所以就用較高組的做法 那石頭用完了就用較高組的做法開始做 但是anyway都是那樣的做法 判斷 這是一個乾溝溪 你可以看得到水出來會從這個地方集中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要做一個集水引頸 開挖 那開挖完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是一個很棒的土跟石頭 也就是有岩屑跟泥土 而不是那種有機質的爛泥巴 所以我們會把它留下來 去另外一個地方當作回田的材料 那持續的開挖 其實因為它上面一直沖出這些碎石頭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山溝下來了以後 所以同樣的做法 只是把剛剛的那種洪柳山換成了柳山木而已 換成生產的柳山木 那做法上完全一樣 氣石然後勾引導過去 然後出水孔 你可以看到剛剛一樣的又是疊水的做法 那早期其實這裡已經有工程師做過了 只是效果沒那麼好 效果沒那麼好 這是全台灣第一場的步道之工在俠克羅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些土我們要回來這裡 去局部回田 然後做夯食的動作 唯一就是第一批次 烏密開了那些搬運車跟那個夯食機來 所以那是我們唯一使用機具進場的 好 機具進場 好 福州山的櫻花步道 同樣也是一樣 找到一個適當的點 因為你一定要知道這個山溝從這邊水下來 所以再開挖一個這個是更大 三米乘一米二乘一米二深的地方 總共做了三天 所以做開挖的動作 做開挖的動作 然後同樣的他下的是洪流山 去已經去徒步國有了 徒步國有了 然後一根一根的做 然後一樣的每一根每一根的中間有堅持 就是做氣石的動作 然後下面拋石頭 因為那一場工程處 願意支付材料費用 所以他提供了這些材料 所以完工的情況 OK 為什麼要在這邊做 因為這邊是一個山溝下來 然後過去如果沒有做的時候 山溝下來沒有這個時候 水就往這邊走 那他這邊的鋪面 他這邊的道路就是這邊比鋪面高 所以水會沿著這個地方 然後在中間開始漫游 所以中間就產生了沖刷跟泥泥 所以為什麼後來告訴他們 不一定要用水泥 因為前面都已經鋪水泥了 不一定要用水泥 後面也可以維持乾爽 所以做法上來說 因為他比較靠近都會區 所以大概基本上來說 是用碎石極配夯食的動作 混了兩種不同的配比去做這個 所以他走起來比較不會有凹陷 就是你一般走到碎石極配上面通常會呈現 他比較不會呈現 因為當時有混了兩種碎石跟原本的土壤回去 以後有做夯食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大概就是一些現有材料在地用 然後中間會丟一些石頭 一樣是碟水的概念 一樣是碟水的概念 所以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跟現在的情況 然後這個地方在做的時候 有一些廢磚塊的回收 因為這裡以前是公墓 牽走了以後挖出來都是鐵刀阿脈 或者是這種以前做黃天厚土的這種磚塊 所以很多把它齊碎以後就丟在下面 當作算是廢材料的再回收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情況就是在施工中 剛剛看到的就是完工的情況 你有這些護園在這個旁邊一定要丟排水層 水下來以後才會從這個地方進到這個裡面來 因為這條排水溝 如果這個全部都是泥土的時候 它進不來的時候 它會在上面做淨油的動作 也會產生沖刷等等之類的 然後那一堆擠水引頸挖出來就是這麼多土 因為如果是3乘以1.2乘以1.2 你它再乘以1.2或1.3 因為雙方跟死方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一堆山一樣 所以小朋友可以玩得很高興 現在是完工的狀況 都還算維持得很好 OK 好 步道的擬領改善 請問一下步道為什麼會擬領 如果以這張幻生篇來說的話 排水不良 排水不良 土質不好 那為什麼它會排水不良 為什麼它們家這邊就不會擬領 它這邊就會擬領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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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它們應該都屬於同樣的土質 它只是相差大概30公尺而已 為什麼它不會它會 那當然就是最剛才講的 一定要觀察水停在哪裡 那顯然的這些爛泥巴 或者這些雜草樹跟樹葉 然後從這個上邊坡雨下下來 從上面的步道水沖下來 走走走走到這邊 是一個最平緩的地方 它開始在那邊沉積了 然後水 因為沒有這個橫向排水出去 所以它出不去 出不去以後 那細小的泥沙到了這個地方 也不動了 所以大家一起待在這個地方 所以產生泥泥 所以產生泥泥 好 第一件事情 我們很快地搬碎石來把它回田回去 對不對 為什麼不對 沒有 沒有錯 沒有錯 只有那個防水的 鋪了石頭 還是問題的 OK 沒有錯 你這個就算鋪了10公分的碎石 你不相信你上去踩一踩 跳一跳 那個國王門又在捲上來 石頭又掉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一直鋪它就一直上來 一直鋪它就一直上來 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可能剛鋪的時候沒有問題 然後沒下雨的時候沒有問題 那你鋪完了 一旦下雨了 剛好有一隊人馬走過來 又有一隊人馬走過來 踩了幾次以後 泥漿就翻起來了 好 所以剛剛的原因大家都注意到了 那既然有這麼多原因 其實就要把這些原因解決了 才會解決這一塊布到泥泥的問題 所以第一棟先排水對不對 挖排水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簡易的排水都挖了 然後水會慢慢慢慢地乾 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在開挖了 第二件事情 這些泥土留在這邊都沒有用 因為它不像我們剛剛看到 開挖出來的是有泥土跟岩屑有沒有 那這個是細小的分質狼土跟有機質混合在這邊 完全沒有承載力 你留在這邊沒有用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挖除 接下來你看 那OK 因為這個附大還有一個工程就是 它這邊要做一個斑邊橋 因為這裡已經被河水沖刷了 那這個寬度來說 雖然還有1米5到1米2 但是根據當時壽命的業主的要求 要維持大概將近2米2的寬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地方把它 那這一塊被切掉 這個地方要從這邊補過來 那在這個地方它下面還有地基 所以我們用從下面運砂石上來 然後一路一路疊上來 但是這個地方沒有 所以就必須要另外一種工法 有地基的地方用直升袋 裝的石頭是在溪裡面所掏上來的石頭 那個石頭比較好 而且有承載力而且有透水性 逐步往上疊 到了這一邊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看到步道的面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不離離了 有沒有 因為我們把髒東西都挖掉了 你挖到步道的下面的時候 它已經回復到比較硬的 它大概基本上已經累積了 大概2、30公分了 所以你把表面的20幾公分、30公分拿掉 下面已經是好的土壤 只是這邊另外一種工法在做 另外一種工法在做 OK 然後把這一個往外架 往外架 主要是要靠這一根跟這一個路面去取得 然後anyway 志工持續往上滴 你可以看得到水差不多了 泥泥少很多了 表面當然大概還有5公分的泥泥 可是比起剛剛那個2、30公分好很多 那好很多以後 一樣我們再去運有泥土跟鹽穴的土石回來回田 所以一旦你們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去找山壁崩趴下來那種很多岩穴的那種石頭 你就回來田就對了 不要再田這種爛泥土了 不要再田爛泥土了 所以這邊持續往那邊做 那邊持續往這邊做 然後你可以看到肥田的東西 這種東西除了承載力好以外排水性加 排水性加 OK 慢慢慢慢地往這邊做 OK 那這邊也做好了 這邊也做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步道也很完整 而且時工前跟時工後 就是在同一天發生的 同一天一天半左右的時間發生 OK 國外的案例 都一樣反正志工時做前時做後都會拍一個照 但是他們比較幸運的是他們有脫手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在那邊扛著 他其實也是把地底下不讓你們看得到 他是黑色的大概類似像碎屬或梅渣的東西 用這些碼把它運進去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還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國外 不管是國內外 反正做法好像都一樣 拿著手工具 然後把泥泥的地方挖開 挖開以後他才把這個碎屬再回舔回去 回舔回去 基本上他是用桶子 塑膠桶 那同樣的有些部分 挖開以後他可能兩邊 為了讓步道的邊又出來 所以他用原木 然後用這個回舔 做這樣的動作 做這樣的動作 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這個幹得更清楚 踩過去的爛泥巴 那這個是以前的步道的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爛泥 比我們剛剛看得還嚴重 有時候三四十公分都有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一樣的 材料要進來 那當然很重要的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清除掉 挖屬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來說有些比較 好像國內外都一樣 男孩子都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女孩子就只能去捲捲石頭而已 有一點不公平 但是照片上顯示出來是個事實 那他是把這邊改善了以後 當然他用一些最有回收的這些木頭 就鋪了一個基本上的一個戰道過去 基本的戰道過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樣的中午的休期 挖過去以後鋪面板 然後他現在這個是反過來的 他其實等一下要把它蓋回去 因為這兩個木頭是要架在下面當作材的 那反過來就是一個枕木的做法 就這樣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OK 好 我們剛剛看到步道的沖刷方法 然後一樣我們現在看到 那當然你現在看到這個工法 不是你們這個階段應該要判斷出來的 但是可能已經慢慢的要回到駐教那邊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到了一個基地去看 腦機馬上又構圖出來 我將來大概用什麼方式要把這個修復起來 好 那簡單的說 你可以看到施工前整個攤下來 那完工了以後整個回復 好 那一樣的施工前後 所以工項的紀錄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工項的紀錄做得不好就代表你沒有學好 因為你不知道工項要比較什麼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切進來拍照 但是如果你很清楚 8點 我們等一下8點再休息 如果你很清楚整個工程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工項的分解動作是什麼 你就很清楚知道 當A在試做的時候 你要回來拍一張照片 你也大概清楚 你可能20分鐘後再回來拍 因為B會進行到B動作 然後你可能去別的組再拍拍 你大概知道C可能要進入到C動作 所以你會回來拍 所以那個 那個 相片會不會記錄可以看得出來 你對這個工法熟不熟人 所以也是很重要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同樣的受損的動作一樣 他從這個方向看過去 另外這個方向看過去 他必須去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從不同的角度觀看受損的情形 既然要開始整修 我們剛剛泥泥是把泥土挖掉 他這邊步道的沖沙 要把不穩定的坡面跟腐植土的表面 通通把它清掉 因為這裡面還有這些爛泥土 那岩屑就是我們最好要的 留下來的地方 所以把岩屑上面的崩擊層全部挖除掉 然後開始做一些 這還在整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熟悉的Baroah也出現了 然後鐵橋 那他要把這些東西先把它移除掉 要不然這種東西再回去 一樣的會崩塌 會崩塌 然後就要開始構思 綠色的線是我步道過來的地方 這整個的崩塌我應該要怎麼做 那當然他知道他的落差很大 所以他必須要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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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跌 那當然有好幾種做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做法是 我們用隔框的方式然後再回拋 但是他的做法來說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想法大概就是 他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這樣的東西 去橫插在這裡面 然後用縱向的東西 然後這裡面回舔、回舔、回舔、回舔 那紅色跟藍色的部分 有部分是用水泥 有部分是用水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 第一個為什麼用水泥 因為他要把幾塊、鹽塊靠水泥 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在做最後的洗上去 那他們比較好的就是 他會用那個很大式千斤頂會用的人比較多 所以他可以在舊劑 你看看這些東西都是他從下面拉上來的 而且他們的鏈具通常基本上使用的比較純熟 我們在台灣通常禁止使用 因為我們沒有烤照 除非我們有烤照 你烤上了鏈具執照你可以來使用 但是你等一下可以看到他們使用鏈具的時候的防腹有多好 那好了以後可以一樣的 就地取材包含木頭、包含石頭一樣 他石頭氣邊累成那個擋路牆 累成擋路牆 然後再把它回天土回去 所以他得到了這一層 那他得到這一層以後 下面他有用GeoTag就是地工材料 就是這種HDP布 他墊在下面泥土回來以後再把它包一層上來 然後再泥土再回上去 那個也是我們在工程上會常用的 所以他這個工法算是比較有錢的做法 比較有錢的做法 所以你看回來以後 包了以後再把它放回去 包了以後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這些大木頭一樣 然後連鉤花槍也有 那他用大木頭就跟大木中間做了一些氣孔 讓橫向跟直向的東西就用靠氣孔把它卡起來 把它卡起來 所以剛剛的構思這樣的做法 OK 你看到用面具的人了嗎? 耳罩 防布鏡 有戴手套沒有錯 因為手套是一定要戴的 因為是防震的關係 而且應該是戴那種防震手套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這樣子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這樣子 然後這個回包以後 這邊挖了一些卡索 在跟橫向的這個部分 縱向的部分 橫向的部分全部鏈接在一起 然後再回填土下去 再回填土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都倫車拍上用場 那他一樣在用鏈鋸的一個概念 那橫向 橫向 縱向這邊中間的空間 就開始回填濕透 迷濕 所以慢慢慢慢最後完成 從側面上拍 從側面上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步道施工的前中後 那一樣 最後完成 我們還是會來個大盒照 台灣的做法 OK 這是台灣的做法 這是台灣工程的做法 志工比較沒辦法這樣子做 因為光買這些材料 還有直升包 那基本上的做法一樣 這個整個崩塌掉以後 我先打樁 所以直的立樁跟橫的立樁 進去以後有縱向的樁 好了以後 他在最旁邊用直升包 疊起來後 後面完全回填泥土 那你當然看說 這樣子好像有點醜 但是過了幾年 過了半個月 就是大概六個月半年以後 就會形成這個樣子 就會形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你不用在科學去回填 有含有草種的土壤 因為在野外來說的話 這種東西很容易去附上 種子的草 種子等等這些東西 生長出來 好 七點五十先到這裡 下一場課我們開始講七十過肯的部分 我先把七十的部分先挑過去 因為教的會七十人 因為可能他機率上比較少 所以我先把機率上會用上的先講 橫木戒梯大概基本上 任何一個地方應該都會用上 所以我先講橫木戒梯 OK 這幾個步道往上走 然後早期勾著八包一樣 直升包回填碎石 然後踩呀踩呀 直升包破了碎石 拉破了又整個就是不好走的步道 基本上要做 第一個動作當然是要整理接念 因為我們基本上用的是橫木戒梯 用橫木跟小進木然後回填 所以基本上來說 孝賢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就是把 我要放這根橫木的那個面整理出來 整理好以後橫木放上去 那橫木放上去會倒 所以基本上來說用這一根叫小進木 也就是我們剛剛有畫的這個 往下打的那個部分 小進木通常我叫你去取 會取45公分到60公分 那麼長 為什麼 應該要深到土裡內 對 應該要深到土裡內 然後一般來說 森林的土壤表層二十幾公分三十公分 基本上都是複製土 然後那個就跟我們打樁一樣 我一定要打到岩阪或打到承載力夠的地方 你打在那底巴的樁也沒有用 所以通常會45到60 Depends那個土壤的狀況 那當然也跟小進木你可以找得到 像在光木上兩步道 那個衛主任就去砍了那個 你知道 書法紅塊小進木 所以大概45公分就夠了 但是有時候找這種不是青鋼粒也不是磕瘡 磕了可能就要60公分 然後去打 然後去打 另外長一點有一個好處就是 外衣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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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去了 你就把它去掉就好 那你那個30公分一打就進去了 那個力量還不夠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寧願大概取一個45公分的 然後每做法上基本上來說 都是從下往上做 那個就跟蓋房子一樣 你從第一階做完 你可以踏在第一階 繼續往第二階 往第三階 一步一步的往上做 所以你看看它的做法 任何新的一階 買好橫木以後 小進木上去 你才有辦法去整理後面 表面的泥土要挖掉灰塵碎石 你要夯食等等做這些動作 做這些動作 所以它在整理這個步道面的表面的土 整理好以後 那持續的往上走 那小進木要下去以後 有很多做法 一個是用這次把路要預先引動以後 把小進木打上去 那可以省一點點力量 可以省一點點力量 所以如果在這個地方也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往上往上 那打法有些東西我想比較細的 如果有實際施工 有用到有助教會在講 等等一些小細部 那你可以看到 就像這一隻打下去了 以前打到岩盤或是打到石頭 也打不下去 所以只好忍痛就把它鋸掉 它的做法 那橫木接機沒有什麼銘桿 最重要的銘桿就是夯食 其實大概就是所有步道的工法 最重要的就是夯食 你不能讓所有的土是這樣鬆鬆軟軟的 所以 等一下不知道有沒有比較 所以任何你可以拿得到的東西 不管是鋤頭餅粉雞 不是鋤頭餅或是賀嘴 或者是任何度 如果你80公斤以上 你可以用你的人在那邊採等等 這種東西 就盡可能做夯食的動作 盡可能做夯食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施工前、施工後的比較 OK 有 2008年我們做了 2014年現刊 我為什麼要這樣放這套餐廳 也是因為這個就是這個 完全是同一個步道 然後 因為我們是用蘇滑木 所以沒有滑木 所以其實也經過了六年了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這些小金木都爛掉了 可是我們的橫木還在 這就是讓人家驚嘆的地方 所以施工施工的品質就要施工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過程裡面一直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當它夯得很遲的時候 所以那一天去去年去回去的時候 那個花包人就說 奇怪為什麼你們的這個東西還在 那城堡上座已經都不在了 那就是有沒有夯食的問題 而且我們現在的街面當時是填滿的 到現在去還是填滿的 不會像一般城堡上 你過幾個月去看的時候 它只剩下80%已經呈現20% 這是個錯誤的做法 錯誤的做法的原因是因為 它把這邊把步道的這個隔框全都封起來了 所以裡面會積水 然後第二個它沒有做排水層 所以你會發覺土越來越少 土越來越少 所以就越來越沒有人要走 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 拆什麼?拆這些東西 把旁邊的東西拆掉 然後調整這個階級數 因為這個是承包商用一套標準圖 從頭到尾試做 所謂的標準圖就是40公分一階 40公分一階 每階20公分 它不管坡度 它就是一直這樣做 但是你如果實際上去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等一下做完 你看這個我也不太想找 所以你看我們整完以後 其實沒那麼多接 沒那麼多接 那所有的階梯其實一樣的 還是要做橫向排水 某一個固定的段 一定要讓它橫向排水出去 因為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較高組的更上面一點 所以可以找到的石頭也有限 但是不管怎麼樣 拆完施工完 你可以看得到一樣的 第二天民眾來走的時候 他就會走在步道上面 因為看起來沒那麼可怕 看起來沒那麼可怕 來到學生的做法 上下落差 那這個一直是去香角風的地方 所以一樣是一個高的落差 然後一階一階往上做的做法 都是同樣的工序 都是同樣的工序 那有些東西在森林裡面 要做改道的動作的第一個部分 是要把邊先做好以後 才有辦法去切布道面 布道面 等一下我們用藤子的來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每架好一階以後的這個階面 它是有相當大的夯食的動作 才會形成 一直到現在完工的情況還是一樣 到現在還是一樣維持這種狀況 然後步道的面要回田 也是回田這種沙石 沿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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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夯食 這是一個從那邊過來以後 被排水路沖刷的一條水溝 那這個地方已經吃進去步道了 那我們現在要搶回步道的寬度 所以這個一定有點 所謂的小局部的崩塌 那小局部的崩塌 我們現在用橫木 一二三四 大概打了四根比較長的橫木 然後當然也有這樣子直向的木頭 這樣它才可以做檔 所以台大的學生 那一樣他們比較幸運的是他有木槌 這是唯一操作過有準備木槌的 其他的工具從來沒有準備 應該是沒有買到木槌 我們都用鋼槌 十二磅的 那他們是用木 所以這個地方過來說 我要把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這個 所以四根加上兩支槌子的就夠了 因為這一個應該都是 蝌蚌蚌的子栽的木頭 所以都很硬 好 那打好以後 後面我們就開始回田石頭、碎石 然後就地的一些泥土也進來 那你一定會問說 你剛剛不是說岩屑的泥土嗎 這邊就沒有岩屑的泥土 你叫它去哪裡生 所以底大概都是這種石頭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 你可以把這個石頭在騎水 跟現有的土壤混在一起 那因為我下面都是下這種大顆的石頭 大概都是二三四公分 二三三公分的那種有靈有角的石頭 下去以後中間會有很多孔虛 所以土再上去的時候 做夯神你可以看到都是這麼大顆 所以是OK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 你必須因應現況去調整 然後夯神 夯神完以後最後的完成面 其實要收面了 所以我通常叫你們如果要收面 最後一次夯神完了收面 其實大概就是人上去走 所以跳一跳弄一弄 做最後的收面 然後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灑滿了水、泥土 然後一樣得拍照 拍照 這是一個280高地的改線 原本的路是這樣子直的走下去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往這裡 它其實是有點小繞路 原本的階梯是一直走走走走 從這邊走下去 但是因為太直太陡了 所以我們把它往山的地方 往開闊地的地方走 然後造一個圓圈 那基本上坡度可以改很多 坡度可以改很多 那手作的好處就是 我一開始就可以選擇一根 長滿青苔跟蕨類的木頭 做為我的復原 以至於我完工了以後 就好像已經在那邊完工很久了 然後這個邊一樣 這個應該是有兩隻橫木墊在下面 然後幾隻垂直的 這個踩三隻 兩隻在外 一隻在內 因為要把它撐住 所以這兩隻有沒有 是在外面 這一隻是在裡面 所以這兩根長的 就被我這三根木頭給撐住了 所以它不會移動 不會移動 要一樣的這個邊 一定要下這種石頭做排水層 當我在回田泥土的時候 水下去它才能夠 從這個木頭中間滲出來 然後持續地回田 持續地用這種沿絲 然後完工的情況 完工的情況 你就可以馬上得到這樣的效果 這是步道 手作步道的優點 騰織一下步道 我很快地用照片熬一下 因為這幾年 這三年來的工作假期 都沒有時間整理照片 所以看一下齁 一開始當然要去測量上下落差 也就是說你必須知道 這個跟這個點的落差 假設是1米5 那1米5如果說你一階 因為一個三木大概是 發意境大概是20 所以1米5如果 150除以20是多少 7.5 那就是要8 你不可能做那種7階半的 那半階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一定是8階 或者是你要拉到22公分做7階 那正常來說 20公分基本上是一個比較理想 或是18 然後那個寬度大概基本上是36公分 也就是極高跟極深大概是兩倍 那當然有文詞定理 那個什麼什麼叫什麼那個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場的情況最重要 現場的情況最重要 計算好以後 因為第一根如果你下錯了 你會影響到後面這一根 你不知道往前推或往後推 那你如果不往前推或往後推 這一個整個階梯會走起來不好走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要先測量 上下落差跟你可以容許乘坐的那個腹地 也就是說 沒有沒有等一下後面會有 所以第一些完了 第二根要擺上去 他有用人試走的方式去做 這也是一個方式 這也是一個方式 然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 回田 夯實 回田 夯實 整理 夯實 任何你只要能夠拿得到的工具 就可以做夯實的動作 那因為這一次我們有請先運圓屑 而且因為藤枝之外的連外道路有很多崩塌地 那個崩塌地都是岩屑很好的回田材料 所以應該有上百包的做法 所以同樣的一個區域 那你可以看得到表面的情況 一樣的在買橫木小鏡木 那橫木小鏡木完了以後 橫木小鏡木的這個裡面一定是回田 大的筷石抬水層 不同的做法 回去的幾個情況 OK 好 道路的邊這裡已經有點傾斜 所以基本上來說要把這個步道步遠做好 一樣的用橫木的方式做 橫木取得以後 因為我一定要把邊做好 我們才開始修路面 如果你一開始修路面 邊沒有當土的東西 土都會往旁邊跑掉 所以一定是橫木先做好 再來開始修路面做法 整理 整理會遇到很多像這邊有很多柳山的根 那一樣要把它斬斷 所以面是不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表面那些枯枝虎葉是不是移走了 移走了以後 開始要進這種東西 沿線回去做夯實 做夯實 絕對不會是原本的伏枝土在做夯實 因為也夯不實 也夯不實 然後一層 一層 一袋 一袋 不是一次全部填到滿 打一次 那個沒有用 因為你下面打不死 所以這樣子看是不是比較 其實光看你大概就覺得 它那個路面已經很紮實 很紮實 所以大概分了好幾層的一個夯實的做法 那大量頭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是會比較累一點 會比較累一點 OK 這就整理好了 的一個情況 然後一樣撒上輔頁 OK 這是一個改道 所以當要改道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要從這邊步道這邊走 我這邊要爭取一個平面 所以我們必須用路 用柳山去做護園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因為這個地方比較陡 基本上超過將近大概50到65度的一個坡度 所以一樣先取得護園以後 你看我現在才在整邊坡 石頭 整完邊坡很多的扶植土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整完邊坡泥土拉平了以後 因為這邊有邊那個復原 所以基本上來說大概已經出稿完成了 那這些東西到底要下在哪裡 如果現場有樹可以讓我擋 我當然用它跟它 我不會放到外面去 這樣我就再下一根 我只要下一根小金木就好了 所以你會用現有的地形地物 來去做一些基本的輔助 基本的輔助 那一樣的 OK 那這樣子你可以大概看得到 大概已經取得了這一個平面 然後也可以重度這樣子過去 然後持續往上走 OK 面一樣 剛剛那個面只是初步完成 所以一樣要下排水層 再夯食 那這個是上面另外一組做樓梯往下走 但是這個樓梯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我們通常是求下往上走 它現在是從這邊坐上去的 那我們是另外一組從這邊坐過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交接面 所以後來在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佳 就是有兩階的樓梯稍抖了一點 因為它是兩組要去銜接 那大概就會基本上會有這個問題 大概基本上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再做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底的部分來說的話 該砍的該潮 該除的 該夯食的 然後該下邊的 這個是基本上埋了兩根 然後下面有一些裸空 就有一種很大塊的石子 你看到下面的裸空很大 但還好沒有關係 因為現場可以找得到比那個洞還大的石頭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做好了以後你看大石頭上去 只是說要埋的東西要埋很多 然後最後慢慢地完成 然後做一些橫打 那當然前面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完成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碎石會比較小 後面因為還在剛開始 所以你要把最粗最大的石頭越往下丟 把越細越小的石頭往上做 因為那個走路的問題跟美感的問題 會比較好看一點 會好看一點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看 那持續地往上做階梯 所以大概最後這兩階 現在在做的這個部分 會有一點點想落差 會有點想落差 OK 做法上基本上大概就是 都是同樣的做法 所以不管樓梯 不管橫向的這些東西 顯接上來 大概這兩階會比較有問題 那做法上 那這個是上一組的階梯 剛做的第一階 開始在做第一階的時候 所以一樣的都是在橫木的背後 背田土的問題 然後持續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那很多東西你在做完以後的下一個上去的時候 你不能站在這邊看 所以通常你要退後一點 或是往前一點 就是離開你的現場 蹲下來看 你才可以有辦法看得出來 橫木平不平 或是好不好看的問題 好不好看的問題 所以等等大概是這些動作 OK 因為動作基本上都有一些重複 所以我只是讓更多的幻燈片去輔助你們 讓你們看大概在整個施工過程裡面的做法 然後 OK 怎麼會有這些 好 這是阿冠 好 這是阿冠 所以一樣都是下這些東西 下這些東西 好 好 這個是大概藤枝的情況 藤枝的情況 再回來 講回高山一點點向陽的做法 向陽的做法 因為向陽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操作也沒有太多 整理出來前中後的東西 不過大概是基本上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步道的改線 因為正常的步道沖刷已經大概有兩三米深了 大概就是快一個人深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選擇臨下的改道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一開始有橫木階梯上去 那這個是施作後四個月的情況 松真掉滿等等 所以狀況還算滿好的 然後冰島的Charles 上次來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冰島很荒野式的巨石式的這種 階級的施作方式 那這個是大家通力合作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沖石溝這麼深 然後剛施工一半的時候 施工完成的時候 看不出來沖石溝對不對 你可以看這顆石頭 就是這顆石頭 也就是這顆石頭 已經被我們填起來了 被大家啦 那時候的一整隊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這個這個 石頭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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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三分之二舔三分之一挖 外面的東西回來補 回來補 那大概是這個情況 而且你可以看到下下去的地方 也就是先拋大石頭 然後殺土 大石頭殺土然後一層一層 因為這個是三組合作所做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停椅在這個地方 停椅現在已經站起來了 大概是這種做法 那一樣的施工前 從六小時做完以後是這個樣子 然後四個月以後下過大一個情況 所以基本上來說都還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之前會沖刷 現在不會沖刷 因為它在前面沒有做導流 我們已經在前面做了一個導流溝 讓水出去以後 沖啟量這裡只有上邊坡下來的水往這邊走 而不是一路從前面一百多公尺的水 一路都往這邊走 那前面那一組 氣死的那一組做了很多解流溝 做了很多解流溝 那大壩的做法 有些人也都有參與其中 一樣的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都在處理橫向排水 不管是在哪裡 那橫向排水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出步道的正常面讓它出水出去 讓它出水出去 然後用任何可以拿到的工具跟材料 那因為之前工程做了很多這些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它後面已經都填滿了 其實理論上它已經工程深 所以沒有必要留在那邊了 所以我們拆了一些東西來去做這些動作 那另外一組 明前那組是改到的 那像吳亦榮、吳老師那一組也是 把這些東西拆掉以後 其實它已經快平了 所以拆掉以後做一些修波的動作 修完其實大概就平了 大概就平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施工前、中後 或者是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所有的出水出去以後 出去到植被比較完整的地方 然後改到原本的情況 然後做完路基的整理 做完整個路面的整理的一個情況 這麼快就沒了 好 這個是大概比較軟性的做法 好 然後我們回去氣石工 好 原來氣石工佔了很大的片 OK 反正 我這個把太魯閣的工法教案拿過來 所以我的寫法上面來說 有告訴你們施工前的樣子 施工中的樣子 而且我會告訴你們一些小聽 所以你只要讀那些 那些小聽音大概是一些美感 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 OK 同樣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蘇拉颱風 把整個土石全部沖刷下來 所以從這邊正常步道走在下面 那也就是大概我們所會的這個情況 所以沒什麼做法 丁鈴上面都一樣 不同的角度去解決 然後慢慢訓練以後 你要知道看成這個樣子 你要知道工法是什麼 材料是什麼 人力是什麼 都要在你的心理護岸 再去看的初步都有大概一個盤算 然後大概是三天兩夜 還是兩天一夜 還是三天十夜 是十個人一組 還是七個人一組 還是八個人一組 可以完成這些東西 沒關係 就慢慢訓練就會了 慢慢訓練就會了 OK 還有 你在現場施作的時候 一定要預留操作的空間 所以你這些清下來的東西 一定要往工區的外面送 你不能放在這邊 然後下一次你要再清這裡的時候 又要把這裡再挖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這是一個三十公尺的崩塌地 你不能把這些東西崩塌一個 丟到五公尺的地方 你應該是丟到十五公尺或是更遠的地方 這樣子你就不用清兩次 因為這樣子清空以後 包含這些土石的堆滋等等 那後續如何要再利用 如果不再利用的時候 至少你歸到那個地方是一個定位 你就不用再做二次公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當然首先把這些崩塌的地方 全部挖除 剛剛談到了 挖除了以後一樣是修坡的概念 那所不同的是這邊 因為我們要氣實起來 我們要氣實起來 所以要氣實的時候的第一個動作 開挖倒溝 比如說我要這邊埋石頭 我先在這個邊坡這邊 被我拿掉的石頭以後 我先挖一個洞 把石頭埋進去 那橫向的泄血幅度大概是3% 那第一層的這個石頭 一定要比路面還要再低下去至少1% 如果你可以埋下去1% 你就埋下去1% 埋越深越好 埋越深越好 為什麼 穩固 對它才有力量 它才吃得住 而且最下面的它才吃得住 那當然如果你這一顆夠大 那就沒問題 但是即使夠大 你再埋下去 你就代表它的力量夠大 因為側向的力量 側向的力量 然後如果我們一路這樣子走過去的時候 每個必要的地方一定要有一個 所謂的在埋設這種穩定的 等一下我們看另一面來看 一定會有一個anchor 就是穩固的石頭 也就是說同樣你砌這一排 這一顆你會選一顆比較大的埋下去 大概在間隔5米的地方 再埋一顆比較大的 那其他你就可以用比較均實的石頭 一路砌過去 那這個是理想狀況 理想狀況 好 第二顆第三顆一路一路往上埋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疊完一層 後面就回田土夯死一層 疊完一層後面就回田土夯死一層 就像這一個它已經埋到第三層了 那後面的被田土大概也是回到第三層 這樣子有一個好處 第一個很穩固 第二個你不用選石頭 你們操作就知道了 因為你要選到這顆第二層的石頭 跟第三層的石頭很密合的時候 你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如果你不是守守 第二層好了以後你把它填滿 甚至於比第二層多一點點 這顆石頭下去的時候 它就有空間 有沙土、泥土去當作空間滾固的功能 你就不用第二顆第三顆 一定要找到哈得嘟嘟好 然後不會油 然後你後面才要回田土 那樣子你會浪費很多時間 我的做法都是這樣子 都是很快的 我按了以後買一碗土 第二層再上去 第三層再上去 每天一層就夯死一次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這一顆、這一顆、這一顆 我上面故意畫一個 稍微往上仰有沒有 或是往屁股 屁股是往後面斜 你不能買一顆石頭 一開始買就買得好像要跌倒 一定是買一個稍微向來讓它推 才有那個力量 才有一點力量 所以它其實要有點往上 往上的力量 往上然後後面是往後 如果它是一個幾層、六層的石頭 或是更高的石頭的時候 在其中中間的某一層 大概是中間層左右 你要去常做一個anchor 就是要埋一顆比較長的石頭 把它埋進去裡面 因為你們都很 一般人都很偷懶 就是 我們畫立面好了 因為如果我是買長的對不對 這是40公分 這是20公分 我一定是賣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路就可以做得很快 但是我畫抖面 這個都很均質的 一顆一顆往上埋 但是其中有一顆 那後面這邊都是被填土沒有關係 但是其中有一顆要埋得特別長 但是其中有一顆要埋得特別長 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我們講的 因為它有點像我們在做大陸牆會打土丁一樣 這個是靠這個來固定 就是增加它的拉力 增加它的拉力 而且正常來說 這個面是往後退的 這個面是往上翹的 這樣知道嗎 你不能棄一個直面 你要棄一個直面稍微往後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往後仰 垂直面在這裡 那它的氣勢面是這樣子 然後平頭面的話是往上翹 是往上翹 這樣知道嗎 這個是筷石的做法 那你如果在新竹苗栗一帶 遇到客家做的那個軟石的氣法不太一樣 它會告訴你五為七七為七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是原住民 或者是一般筷石的氣法 筷石的氣法 這樣子 幾個動作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往後走 OK 你可以選擇一些頂 我們通常要收得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通常你會找上面比較平整的石頭 去做壓頂的動作 因為這樣收起來 你不要收起來那個面是凹凹凸凸的 會比較難看一點 會比較難看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組做法 時工前、移走、修正、時工後 大概會有這樣的做法 這種情況 它有幾個步驟你再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 特別是我們在試做之前 一定先做找材料 所以你可能會發覺助教請你們這一組 花了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找石頭 為什麼?等你石頭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馬上找到材料馬上做 你會發覺你的石頭越用越小 然後有時候發覺你的石頭想得上去以後 又突然間找到一個這麼大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會基本上先把公區周邊的石頭 收集好以後分類 分類的原因就是因為重的石頭 基石我要往下走 小的石頭慢慢的越上面越上面 我會越下來越小 但是當適當需要買T-stone的時候 我又必須找到這麼大的石頭進去 所以分類是很重要 分類是很重要 然後一樣的土石的青石開始的挖 大的基石 這邊有講過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長的 你必須在某些間距的地方 找到比較大顆的把它埋進去 當然我是講的是理想狀況 但是狀況的例外頗多 例外頗多 因為你很難找到這麼大顆的石頭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很連續的 你可以看得到他們會買一些 那一樣是Anchor的動作 或是像這幾顆 或是像這幾顆 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的 逐層往內往上去做疊氣 會做疊氣的動作 然後都要每一層大概都稍微的推縮 我剛剛圖為什麼會畫這麼 不是這樣子 這個每一個都對到縫對不對 這是錯誤的做法 一定是錯縫 一定是錯縫 你可以看到老祖先的氣法 這是巴菸的那條上下水道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顆大的Keystone 這裡有一顆大的Keystone 就是基本上 而且越底層的石頭越大 越上面的石頭會越來越小 所以一定要找到 收集到適當的石頭 做分類以後開始疊 否則你很容易疊疊 疊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往上疊 突然間又有同事搬來這麼大顆石頭 你也沒辦法壓在上面 因為它下面都是石頭 小塊的 的做法 時間的做法 這個還是七十波看 不過這個都比較矮的 所以我走快一點 走快一點 那做法上來說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做法上來說大概這個樣子 清理 好了以後埋基石 然後一層一層往上疊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找到很多的石頭 都先丟在現場 丟在現場 來做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經常可以看得到 人的做法跟奮基 會是那什麼兩個樣子 看得清楚嗎 等一下 為什麼感到有 我失去 失去倒錯了 我們經常會出現這個狀況 好 這個是大概每一個不同點的氣勢做法 遇到階梯 我們剛剛談到 你必須先判斷AV兩點的落差 然後你才去下 極深 極寬 對不對 極高極深 高度啦 深度 那通常來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到戶外區 你會發覺室內梯大概只到最寬最寬 都是30公分而已 因為室內外的視覺差異不一樣 而且室內光線比較弱 所以你會認為30、20是OK的 可是到戶外區的時候 30、20整個陽光看起來 你會覺得很弱 很不好走 不好走 所以很多埋塊石的做法 一樣的 這一顆埋上去 埋上去了以後 一樣 這個頭一定要稍微的往上敲 因為習慣有些人往下走的時候 那一踩一有輕開就很容易滑倒 情感上或是視覺上來說 大概就是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 然後基本上來說 這一顆要夠大 如果你找一顆石頭只有二十幾公斤 我勸你放棄它 太容易一踩就翻了 一腳就翻了 如果這顆石頭可以達到四、五十公斤 那是最好 當然如果能夠像這樣子 根本不太想埋住它 人材上去都不會動 但是理論上沒那麼好的事情 理論上沒那麼好的事情 所以開挖了以後 下面可以埋一些比較碎小泥土 為什麼? 比較好去喬角度跟方向 喬好以後回田 一樣是這樣的動作 第一顆、第二顆 如果它的濕座的空間沒那麼大 那你只好一顆卡一顆 然後像這樣再一顆上去 然後都是稍微往上翹的一種做法 然後完成了以後 你可以試走看看 試走看看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你遇到你的寬度比較寬的時候 讓你可以把它拉大一點 那這個時候背田土跟橫木階梯是同樣的做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 OK 氣息的做法 按照舉席的方向 然後所以這個一階一階的往上做 完成了一個情況 這個也是 舉席整理好路面以後 因爲S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整理好路面你知道知道那邊有落差 所以我們在現場找到這一顆 那像這種就很完美 兩三百公斤的石頭是我們最喜歡的 只是很難移動而已 所以大概就是要有一些人過來幫忙 然後如果你這個人又很龜毛力求平整 那你就用這一個去喬一下 喬一下 然後Anyway 逐漸的往上做 然後最後你會完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石頭大石八石頭 這每一顆都很漂亮 應該都超過一百公斤 所以做起來的時間都會很穩 除非它應該是不會不見啦 百年以後都還是在那裡 都還是在那裡 所以文工以後的照片 所以其實可以很美 因爲你雖然一開始這樣把它清掉了 那慢慢慢慢整個很快會長回來 所以同樣的照片 那國外的做法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分開的做法 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 這一塊壞掉了 壞掉了以後我們要找到適當的一顆 回去以後你看踏街面 一樣的大石頭回去 泥土回去 夯石 所以完成是這個情況 往下走這一邊階也要修 修的時候一樣的很重要就是 階梯的背後一定是回填排水層 讓它很容易的然後再收 所以你看面下面都是這個樣子 表面泥土回去整坪夯石 整坪夯石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大的石頭 步道從上面走下來碎 從這個地方沿著這幾顆石頭 撞到這裡以後往下走 這邊的水也往這邊慢 往這邊走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這邊有往下沖刷 因為照片沒有拍到那邊去 所以它有一個開放性 路面然後有排水的問題 因為已經有產生沖刷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把這一個面 節目用碎石頭把它填滿以後 做幾個石階 就在這個地方增加了一些石階 那這個石階面在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它靠這一個邊 它累時起來以後修到了平面 這個是它做的石階 這個是用石頭 所以它push水 因為這一邊不怕水沖 它讓它下來下來下來以後 到了這個階段以後 它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剛剛講的這個側面 它累時起來以後 就求了這個平整 那一方面水沖往這邊走 它也比較沒有問題 它只是不讓坡度變得那麼陡 不讓坡度變得那麼陡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圍2還是圍3的一個跨水橋不高 因為台灣過後剛剛有幾個島墓 所以用兩根島墓 兩個橫墓把它固定起來 中間回填碎石 那因為時間久了 這一個木頭已經有收縮 所以中間的石頭有一些掉 但基本上來說 還是可以直接靠著這個樣子去走過去 走過去 OK OK 它都講完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 OK OK 對 總共188大幅能片 剛剛因為有些東西很快 這樣講過去 有沒有問題 請請教 我剛剛有那個邊說 然後我看那個 有那個路原文 然後它那個木鯨 它是高應該有大概四五公分 它沒有整個打進去 那如果這樣高四五公分的話 我如果用那個九頭木 現在不是用九頭木打進去 它以後就會變成樹 那像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好不好 我在打那個 講路章的時候 我就會用那個九頭木 那九頭木這樣 剛剛我剛剛只有三四公分在上面 然後用它變成樹 這樣不會那個 這樣能夠抓 抓我那個到下面鍋 來 開放回答 因為我剛才看的 有一點清晰是這樣子 剛剛志祥的意思是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完工了以後 它會比較長一點 而且這個如果是一隻九球 它是一個萌芽莊 理論上 特別是在春天 下去以後兩三個月 它還開始發芽 然後就變成一棵樹 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的認為呢 很好嗎 樹會長小孩會不會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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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是三個月 內面的 一邊的那邊的木桃 對啊一般 一般我們在西路寶寺有所謂的打莊編炸法 就是打萌芽莊 最多的萌芽莊大概就是九窮莊 然後只是說這個是那個木條這樣子 然後它靠這邊去長土 然後後來慢慢的它會長 我覺得這沒什麼問題啦 是可以這樣做 可是那個九球的話 它是會長 我的意思是會把那個木道的寬度 因為它長出枝芽之後 木道的寬度反而會被壓縮掉 裡面這一根會不會到那裡 OK 你不要把這個當成 就是說剛剛講的意思大概都是它在外面 大概基本上還好 因為金山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覺 耀芯那一組在門櫥步道那邊 打了兩隻九球就是萌芽莊 那它沒有留這麼長 它就是像這個小木木一樣 小鏡木一樣 那最後它這邊也長 長出來那個九球了 所以我就覺得都OK啦 反而我們認為那個刺激很美 因為它會學著步道自己也會生長 應該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只是有時候我們習慣把它掐掉 我記得在這裡這個也沒有去掉 因為就是要讓人家更清楚的知道 它可以 它不要掉下去了 你可以看到那個原本的步道是這樣直直的走下去 是很陡 所以我們改成這樣子以後 然後那時候是故意把這幾隻留下來 是沒有錯 要留高要留低就看 就像你剛剛看到最後那一座橋也是一樣 後來是留了兩隻高的 中間再拉一燈柱子 當作一個基本的復原 只是請適用 其實那個也沒什麼扶手的功能 但是有時候讓人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這裡面有一些異形上的變化跟落差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算自己的創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期待後面或戶外有一些實作 或者是從這邊結業以後 回到社區或回到各個崗位上 有機會實作 做到你就慢慢想這些東西講的是什麼 因為你做了以後會比較清楚 做了以後會比較清楚 如果沒有 我們要留給師兄來講 禮拜天要先掉的東西 好 OK 那就到這裡 好 那個大家 待會啊 我們會先請那個志同大哥 跟大家分享 介紹一下我們下禮拜 就是這禮拜 禮拜天 部外踏查實作要 讓大家去練習調查 步道調查的一個環境跟場域 那因為禮拜天我們的時間沒有這麼有限 沒有這麼充裕 所以我們用今天 就是要朝著稍微挪了一些時間 讓志同大哥先介紹 下 這個禮拜我們要去踏查 這個先接演步道 他的環境 跟為什麼我們會有機會 去這邊做這條步道 那待會志同大哥大概花20多分鐘 他介紹完以後 我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禮拜天我們 課程會怎麼進行 然後因為今天也沒有 不是全部到嗎 所以請那個 如果你的小組裡面 因為我們禮拜天上課 還是會用小組去進行 所以如果你的小組有夥伴沒有到的 請你務必要轉達 禮拜天我們會怎麼進行 然後還有 那個幾點要到 到哪裡集合 那待會我們還是會再發一個 請請同學給大家 那再麻煩大家 那我們就歡迎志同大哥 我還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個 我們做那個金美山步道 他的過程 本來在 兩年前呢 另外我也參加這個 那個步道學 然後那時候有出京進階 然後在進階的時候呢 就要做一些那個施領 跟我們這一次步道學完全一樣 然後我們就要省現 然後我是比較 因為那個金美山跟新建的小師山呢 我在那邊走了三十幾年 然後從自然步道到水泥不淋酒步道 到花崗年時代步道 我都經歷過 然後就有那種感覺 為什麼呢我們要把山呢 弄得這麼破脆這麼那個 然後呢本來那個金美這一邊呢 本來跟104高地 跟中古山那些一條有一些串連 後來整個都被 都被那個怎麼講 都被整個那個馬路又弄掉了 所以我那時候來選那個地方 那選那個地方呢 選出來之後呢 老師認為呢 因為這個地方呢 都是水泥花乾的食材 沒什麼可以做的 然後我就講呢 其實呢 我們不一定要有自然步道 或是有毒步道我們來做 其實呢 它如果水泥步道 它荒廢在那邊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恢復成自然一點 在金美山呢 你在上面看 它有一個本來新店驅公所 占領的一個網球場 喔 雨球場 然後它整個呢 政府把那個公甲整個弄掉之後呢 它變成水泥地 那水泥地呢 它都裂開了 那時候我就一想天開呢 裂開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把它指那個雀龍 讓它自己長出來 然後那不是又奔成一個灰霧生態嗎 我那時候就想說呢 為什麼呢 不把一個 都是水泥的這種公園 那個山呢 把它變成了 讓它恢復生態 然後跟旁邊的山整個串連在一起 那是不是過得這個樣子 然後呢 老師還是說不行 不行之後呢 只好呢 我的報告不是講金美山 我的報告是講那個文堅山 另外一個講文堅山 講完之後我就有點不服氣 我還是繼續去找 結果就讓我找到 讓我找到 裡面有一條是自然步道 也就是說金美山呢 它本來是有八條步道 裡面一個海型支線 是六百五十公尺是自然步道 然後找到這個之後呢 我就跟那個老師報告 欸 有這條 這條可以做 然後老師說 好啊 好啊 你去看看啊 然後我就去找台北市政府 因為我那時候呢 跟市府在聯絡的時候 我發現市府的觀念很失敗 因為他們的大地市府的助長呢 是童物工程的 所以呢 他們完全以童物工程的觀念 來看這個問題 不像那個林武群或是新北市 新北市是官呂群 官呂群他們的裡面的長官呢 很多呢 根本不是屬童物工程 所以他比較能夠接受警官的觀念 但是台北市那個童物工程呢 他不接受我們觀念 所以我怎麼辦 我就去找機位 找那個市政府的長官 然後我說呢 我就跟他笑說 欸 你喜歡華山嗎 我哪一天帶你去看景美山 我說他很高興 說好好啊 去走一下 然後他就知道我的意思 然後他就找那個大地市的助長一起去 然後我也跟那個協會呢 請老師 一起來 結果呢 我們訂了 禮拜天要去看呢 我本來是要 本來是要做 他景美山的上面有一條是水泥的步道 腰邊的步道 兩百多公尺 已經潑潑爛爛爛的 我想本來是要搖配的步道 把他整個呢 我們來做一個自然步道 把他打掉 結果呢 沒想到呢 我禮拜天要去 我禮拜六自己去看 結果呢 大地出場呢 叫廠商呢 臨時人已經趕空 把整個呢 那整個步道就鼓起來 不得很漂亮 結果我怎麼辦 一上去沒辦法 我就把那一長官呢 帶到那個海巡之間步道去看 看完之後呢 那個處長說呢 可以 可以 這可以做 這可以做 結果講可以做 那時候是102年 大概10月的時候說可以做 然後呢說明年呢 你們可以來做 可以來做 結果呢 到103年年初呢 他又要擺 不曉得擺到1月2月的時候呢 我就沒辦法 我就跟長官講呢 說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那個你們為什麼都沒有這種觀念 然後我就 林務局都有這種觀念 新北市都有這種觀念 怎麼你台北市沒有這種觀念 那個長官呢 就請他處長呢 一直來開會 然後我也請老師一起去開會 開會 開完就是長官決定說 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們就開始做 所以就這樣子呢 我們呢 我就開始那個就是去遊說 然後後來遊說區公所 遊說里長 然後協會因為跟文山社大呢 蠻熟的 然後他還請文山社大來 還有這些事情 因為協會知道他來做 所以呢 體長也同意的 文山社大也同意的 協會 是我們都同意的 同意就是 從那個103年呢 就開始做了 然後9月27號呢 我們就那個成立那個 成立一個九美山小組 所以呢 這很多工作呢 都是金美山小組做的 我是簡現成的 因為我從 我來這裡 就只要跟各位爸爸就說呢 我雖然呢 對這個整個呢 整個設計的 沒有什麼很大的觀念 但是我是學多計畫的 所以我是學多計畫的 所以我是一個整體的觀念 然後呢 我是認為金美山呢 很推了一個山坨 他應該呢 透過設計參與呢 透過把這個 慢慢呢 金美山就把它推出生態 然後呢 跟整個中府山 跟金美高地 整個能夠連在一起 把我們台北市的這個生態 怎麼都串連起來 我是有這種觀念 那你要串連的話呢 你光是我們做都不過 一定要社群人一起來做 所以有這種觀念呢 所以我們金美山呢 成立一個金美山小組 然後大家一起來參與 我們金美山有很多呢 都是大家都很厲害很專業的 我只在跟他後面跑了 整個在設計的時候 我都在後面跑了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了 開始做了就是說 去年呢 9月27號呢 就準備設計公眾房 然後透過區公所呢 請里長來參與 然後呢 在去年的9月27號 跟10月6號的樣子 5號、6號呢 我們做兩次那個 兩次那個首都步道 但是我們強調 因為我一直跟那個大地處講呢 我們不是為了做步道 做步道 我們是要做宣導 做環境交易 因為我們要把步道 跟事實在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透過宣導 讓民眾有這種觀念 因為呢 整個議員呢 他受到當地居民的要求 說要把這個步道做水泥花崗園 整個海平之區也是要這樣子 要做花崗園上學 剛好呢 大地處呢 因為我們想這樣做 剛好那個鼓舞長呢 他本身不是服務技師 所以他也有這種觀念 所以他就一直希望就是說 我們 藉著我們呢 來推廠 首都步道 跟生態整個結合這種觀念 讓民眾了解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做 做完之後呢 今年的那個 仁豬呢 剛好文山設大 他有興趣 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去年做好 繼續做下去 然後協會就協助他 協會就退出來了 不是主辦的 是由文山設大也主辦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辦 就是在地的那個社區團體 要來做 所以就協助呢 文山設大來做 那文山設大也 開了就是說 步道學 出去的步道學 然後呢 也做了兩次 然後我們大概 六百五十公尺 大概做了一半 然後再下來呢 今年呢 再下半年的話 是由協會來進階 然後想在十二月呢 繼續做下去 然後 這個大地工程處呢 他慢慢也有興趣的 那當然就是說 那個我們協會呢 跟一些教授的比較熟 教授也跟現在的這種 市政府呢這種長官呢 透過教授工資長官有接洽了 然後他們希望能夠 繼續做下去 然後呢 可能要請市長呢 順便來看 所以呢 本來是海行這些步道呢 繼續做下去 但是呢 他說呢 因為他的那個 負率太小了 如果市長來看的話呢 要做什麼宣導不過 所以在選中土山 但是海行之間這些步道呢 我們認為還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協會呢 他就是說希望在十二月呢 也能夠繼續做下去 這個大概是整個這樣 整個這個過程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再下來呢 好 我就跟各位報告 這整個是海行之宣呢 這整個是景美那個山呢 那個仙基岩呢跟保護區呢 他總共有八兩步道 但是他的出入口一大堆 然後他整個花樣的食材呢 紅的地方呢 只有海行之宣步道 是自然步道 其他全部水裡花乾淨的 這樣子 OK 這是給各位看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那個 那個處長就講呢 如果你非要做花乾淨呢 讓民眾走起來 不會這個就是說 就很髒啊什麼等等呢 你也勉強做的方式也可以啊 底下不要用水泥 然後用藉口的方式 這個就還可以看 但是呢在下面 各位看一下 這就很難看了 他整個呢 廣場都哭花淨了 底下都水泥了 我就一邊跟那個處長做解釋 那說明 再下來 OK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你看 他這個地方呢 本來是一個表乳螺螺螺的這種平台 那照我的觀念呢 是應該要用一些草的讓他直升 結果呢 他們不是 他就這樣子 啤哭螺啤哭螺 他就用那個 一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 那個比帶車呢 上面就用那個 水泥呢 就上去了 現在不敢了 以前 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 他們接受 大家我們的觀念 就是說以後不會這樣子的 好上去 你看 他就把這個土的土 填滿了 就這樣子 反正是有一半 表乳螺螺的地方 他就要把它填滿 因為民眾也喜歡這樣子 民眾認為這樣 他在做運動 腳不會髒 所以呢 那個鼓掌 就跟我們講 鼓掌比較能夠接受我們的觀念 他說呢 民眾的教導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不讓民眾有這種觀念的話 那民眾會要求議員 議員會要求那個 大力共產黨來做這樣子 然後我們發現呢 經過這兩年來呢 我們 剛才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在那個 輪線上呢 腰邊的 我們本來是200公尺 我認為這個地方可以做 自然步道 把這個打掉 但是後來他把它鋪滿了 用水泥就把它補起來了 那等到以後 被人家等到以後了 OK 然後大概呢 這些地方呢 因為有很多照片呢 我來不及放進去 所以裡面呢 大概最主要還是排水的問題 排水問題 排水問題呢 裡面有很多呢 它是水路 沖發路跟人走了 是一致的 所以呢 裡面我們來改憲 後來那個什麼 那曹正修呢 有整理一個這個 施工頸 施工二的這種圖片 給各位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雷劑比較大了 從來沒有用過電腦 所以不會用 不好意思 只有自己的電腦會用 別人的電腦都不會用 OK 謝謝 好 各位看這裡 OK 你看 原來的步道呢 施工前呢 是這個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表如柔弱 然後在比較右邊的地方呢 它是水沖沖的地方 然後人就是走這個地方 因為你水沖沖 你要走到那邊的話 它什麼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呢 那時候呢 這個還是明君老師講的啦 他說 其實可以線呢 往左邊移 往左邊移的話 然後右邊呢 就可以往它直升 那剛開始直升的時候 在想呢 因為直升照理講是呢 原地的這種 苗木呢 直升是最好的 後來但是因為 苗木太低了 太低的話人家還是 就往右邊走 所以我們就是 以外面呢 原生種的苗木呢 大概四十公分左右呢 把它整個種起來 這樣的人 就不會走到裡面去了 然後現在 在這苗木的旁邊呢 現在是那個 富裕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可以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本來就是它比較平 但是因為一下子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一個黏子子 比較 比較黏子子的地方 表面 一下子的時候呢 就會很黏很滑 所以呢 它這上面呢 本來也有那個地毯 所以我們把地毯拿掉 所以用摧石子 本來想說 用什麼的方式比較好 後來發現呢 摧石子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用摧石子 但是呢 要讓上面的水 能夠往外卸 所以旁邊還是要用什麼 斷木呢 那個斷木呢 做路沿 OK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那個左左邊這個 它也是一樣 它有時候插路 有時候表乳裸裸 因為人家在上面走 又是沖刷 所以呢 我們是往右邊呢 另外呢 改線 往內移 然後左邊呢 也讓它自己複裕 所以大概都這種方式 因為當地也不可能拿到這種蜂爪木 斷木也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是請那個大地工程處 給我們那個斷木 然後斷木的中間呢 用竹節鋼釘 因為以前看到有這斷木前面 竹節鋼釘放在我們很難看 所以要把它用竹節鋼釘 但是這種東西都是要工廠出來的 所以只好請大地處來提供材料 好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那一天呢 那一天如果去的時候呢 我們 那個什麼 那個龍安兄呢 靜宇兄 伊尼兄呢 他們在跟各位做說明 一個整個性化 OK好 謝謝 是不是 好不好 因為那天我都是 謝謝 好 那個 好 那個 那個 所以你怎麼樣子 在你有限的時間之內 把重點很清楚的 傳達出來 這就是我們五項核心的第一週 很重要的一項環境教育的傳達 那你不只要傳達理念 還要傳達很清楚很精準 好 那 現在很快的跟大家說一下 禮拜天 打錯了 8號禮拜天 對 8號禮拜天 呃 當天進行的方式是這樣 我們呢 會先 在 第一個集合點 是在五三射大 那如果說 各位夥伴 因為我們那天每個小組 都要準備至少一台筆電 是一個小組要一台喔 因為大家說要練習嘛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 背著電腦 跟大家去做步道踏查去走 然後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想要放在五三射大的 第一個時間點我們 第一個時間點是9點半之前 9點半我們一定要 就要出發 因為我們要搭公車 或者是用共乘的方式 過去那個海水路支線 那原則上我們盡量就是搭公車啦 因為 共乘過去 那就等於到時候有一些夥伴 他走到五三射大 我們整個課程結束之後 他又要很可憐的 坐公車回去排他的車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一起搭公車 然後大概半小時到四十分鐘之內的車程就會到 那如果你是自己就有辦法前往 或者是你覺得自己背著走也沒關係的 那我們就是第二個時間點10點10分 10點10分之前到步道口 然後我們會全部的人都到齊之後 才開始上課才開始進行 所以原則上 除非你不能來 你事先告訴我們 否則請所有的同學都一定要到 然後住宅這邊也是一樣 就請大家盡可能都要出席 陪伴你的小組夥伴 然後我們課程進行的方式是這樣 前面大概會用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以內的時間 會先就過去兩年我們做的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工項 會先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因為剛剛志祥大哥來不及在今天的時間跟大家很仔細的說明 同時我們會把我老師上了第二堂課的調查方法 工具怎麼操作 那個步驟怎麼進行 會再用之前已經做好的步道來做示範 所以這個時段大家就是聽 然後回想 複習上一次老師上課講的東西 然後包括我們會請金美商小組的夥伴去介紹 當時這些工項 找幾個點不會全部都講 找幾個點介紹當時為什麼這個工項要這樣設置 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那天我們會準備的工具 每一組都會有一台GPS 我們會用這台60CS 就不是之前那個步道踏查的時候用的小台的那一台 所以請助教在禮拜天之前 如果你對這台GPS還不熟悉的就來觀光室 我們一對一教學 你們沒有啦 他們才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會分成兩個區段進行調查 每一個區段會分到一個50米的那個側子 然後每一組至少會有一份 我們總共有三份 每一組至少每一個區段至少會有一份 那就會請助教或者是小天使拿著 功項圖卡 這個圖卡基本上 你會在那個步道上用得到的功項 可能用得到的這裡都有 那所以你就搭配著今天老師上課的 然後當天在步道上進行那個 那個景品山小組夥伴講解之後 你對這裡的理解 從這裡面找到適合的功項 那因為你們知道到時候你們調查完之後 要填一個sell表對不對 協助你們去做工項的紀錄跟計算統計 到時候上面就是讓你們填這個東西 你們就要放進去這樣 所以到時候兩個區段一定會有這幾個工具 那這個GPS是一個小組就會抬 那11點之前我們一定會完成這個東西 然後接著開始給你們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區段 因為剛剛志友大哥說我們總共是650公尺嘛 然後我們前面已經做完大概300多公尺了 所以最後面還沒有做完的段落 我們會分成兩個區段 大概一組就是大概100多公尺 分成兩個區段 一個區段呢 我們已經幫你們分好組了 這邊寫的第一大組跟第二大組 就是我說的區段 所以第一大組就是在第一個區段 由你們這三個小組在那裡做練習 第二個區段就是你們三個小組 那因為那個長小大哥、新楊大哥是兩個人嘛 然後吉人是一個人 然後那個秋昆大哥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這組人比較多四位 就是你們一起練習這樣 分成這樣子去練習 因為你們不可能統統擠在一段 那到時候你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上次文老師上課都講的 你們會拿著這個測試 會去測量你們那一段的長度 那你們到時候紀錄上面就要寫 比如說那是景美山海群組支線 0K加幾百公尺的位置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上次都有講 然後當天我們會再完整的run一次給你們看 一個小時要做完這件事情 然後一起回到海群組步道支線 跟主幹道接著的那個水泥步道 上面有一個涼亭 那個我們每一組都會有熟悉 那個地形的路線的那個資深夥伴在裡面 所以到時候會帶著你們到那邊 十二點前我們要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集合好之後一起帶回去文山設大 帶回去設大的教室 那回去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就不是一個時間 讓你們用餐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我們會同時再複習一次資料處理怎麼做 但是你們不用動 就是聽我們講 然後接著呢在三點前 應該這樣說啦 我們回到四二大開始吃飯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開始做作業了 做什麼作業等一下講 一直到三點前你們要把這作業做完 那這一段時間你們要花多長時間吃飯 要怎麼去討論呈現你們的作業 那個就是各個小組 這裡的小組就是你們每一個小組囉 不是大組 每一個小組自己去討論 自己去分配時間這樣 好那三點前我們要做完這件事情 三點開始就是我剛剛說的 每一組要進行報告 一個小組十分鐘 超過我們就會按0 就結束 所以你沒有講完就是沒有講完了 不過沒關係 因為你們沒有講完不會被淘汰 只是沒有講完而已 所以就練習嘛 那要講什麼呢 要講你們這一組 現在講的東西有點複雜 你們仔細聽 第一個區段 你們會一起走對不對 但是你們各自會去判斷 或者是對功效要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解決問題的解讀方式會不一樣 所以雖然說你們是一起測量第一區段 好 這樣等一下就有步道 這是步道口 是0K 然後我們前兩期做完的地方 大概是0K加300公尺 假設啦 所以從這邊到0K加650的地方 我們會切兩段 第一區段 第二區段 第一區段的三個小組 都在這一段做測量 所以你們的那個里程 就會是從0K加300 那這件事情 這個確切的數字 我們跟助教會早上提早去做完 從0K加300開始 然後你們雖然說是一起拉那個里程 就是拉那個50米 但是中間 比如說 假設 比如說智全那一組 在0K加320米的地方 你們覺得那個地方就有問題要處理 你們就要針對那裡去做討論 但是不用在現場討論 你們就是照老師 到我們球體上課的方法 拍照紀錄 然後回來討論 然後呈現在你們在3點之後 每一組10分鐘的那個報告的簡報裡面 所以從回到社大開始到3點之前 每一組都要做出一份簡報 那一份簡報要很清楚的標示出 你們所踏查的這一段 你們覺得哪裡有問題 要用什麼方式去解決 然後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那那解決的方法 就請按照我們工箱圖卡上面 當然那個新竹書這邊的伙伴他們可能 工法經驗比較多 總之就是讓我們知道你們要怎麼做 在那個時間說出來10分鐘 這樣大家理解嗎 但是你們的那個理程是一起拉的 第一區段就會一起拉 第二區段就會一起拉 這樣 以上 有沒有問題 那第二大組跟第一大組分界點 我們會處理 我們就會帶到告訴你們說 第二大組是從這邊開始 所以你們那邊可能是比如說 0K加175的地方開始做 0K加475的地方開始做 這樣 那總之這個數字我會告訴你們 但是中間內容是什麼 你們就要進去 那包括每一個位置是幾米幾米 所以接下來跟大家講 如果這樣子上課經驗方式沒有問題 到時候每一組至少要有一台相機 一台筆電 然後你自己要準備5米 至少5米的捲尺 那50米的我們準備了 那如果你自己有也可以拉 所以每一組至少都要這三樣東西 然後紙跟筆當然是不用說 還有請確保你們的相機 那個記憶卡或者是任何方式 你的電腦可以輸出 可以讀得到 這樣子 不要到時候又來找不到那個讀卡機什麼的 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在這三點之前 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三點開始 很準時喔 我們開始就會開始囉 然後就到隨便的順序 反正一組就是10分鐘 然後做簡報這樣 然後簡報的方式呢 一組雖然多三個人嘛 每一個人都要報告 但你不用各自報告 就是你們要分著講 你們要講的東西 所以不能說 我們推一個代表出來 不行 因為我們期末報告的時候 也是每個人都要報告 時間只是會長一點點 可能是20分鐘 那你們第二大組第三組就比較辛苦 因為你們四個人 我們會斟酌比如說你們有12分鐘之類 好 那以上進行方式大家有沒有問題 要 要 對 布條也要請你們準備 就是棉布條 老師上課講的 我剛剛漏掉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我們會在今天結束之後的課前通知 就是禮拜天上課前 我們會再發課前通知給大家 這樣 好 上面那個題已經幫大家寫出來了喔 就是每一組至少要準備的東西 嗯 如果家裡沒有買不到棉布條的 就把不要的棉的貼血拿來死 這個 就是他們在做調查的時候是分兩大組 所以變說他在準備池這些東西 只要分兩大組 每一個小組 這邊準備的東西是一個小組 就是三個人四個人就要準備一個 這樣 那大組呢 我們只是用這個給你們 應該說什麼 50米的捲齒跟動向組卡 是兩個區段各有一份 那因為這個只是我們兩里程用的嘛 實際上那個點位在哪裡 還是要用你們自己的乳米去做確定 這樣 好 那個棉布有現顏色嗎 白色 你不要用黑色喔 因為你就要拿白色 也是可以啦 你就要拿白色的筆 以前那個小學啊 國中那種制服 那是不是可以 蛤 我不知道你的制服跟我的制服一樣 小學的制服 那一般要去哪裡買 布行 布行 你跟他要剩的就好 就是如果是那種 就是餘料什麼的 對 那或者是 如果誰 比如說 假設邱恩大哥有認識布行 假設 然後你就幫大家買一大塊 然後你們來分 也可以 這個布有說大概要多少嗎 呃 其實是這樣說的 這個布要多少 攸關你在那一段 你要報告多少內容 所以你想想看 你十分鐘 也不知道 沒關係 因為這個你們可以去討論 現場你們可以去討論 要怎麼說 對你不知道那裡有多少 可是你到了現場 假設你有100個工項 你規劃好了100個工項 十分鐘你也講不完對不對 所以你就必須挑重要 要解決問題這樣 這樣 那我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說 你要準備多少 反正你就是約一約準備 不要解決上次他一樣的 對對對 一刀短的 一刀長的這樣 然後你就比較好 好 可是我們一般 你施工完 那個布會 會拆掉嗎? 要 我們那一天報告完 我們還要再回去拆 喔 我們租教會有去拆 對 我會有去拆 好 對喔 我們就說我們租教會有去拆 我沒有說誰 好 那還有沒有問題 感覺大家很興奮 會不會到8號之前都睡不著 那租教有沒有問題 租教還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GPS 機來用嗎 還是盡量大家都會不會開 沒關係 只要資料輸出去就可以 只要資料出再來就可以 對 等一下 那邊是網路 OK 好 到了設大教室之後 那邊因為他們學校的網路 這間教室收不到 所以我們會用工作人員的行動網路 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如果大家行動網路是吃到飽的 你當然就可以用自己的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請各位同學 已經可以開始陸陸續續去去準備 因為我們10月8號之後的室內課 只有第一堂會是老師講 接下來的四堂課都是大家要報告 好 那就是正在大家期末作業 那我知道已經有幾組已經開始去走了 那個 你們還好嗎 好 我再問一選 希望你還沒有放棄 有一些組已經去走了 然後如果大家對於實際上要做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的那一份報告 實際上做到什麼程度 8號這堂課 大家應該就會有很清楚的了解 所以如果那一堂課之後你還是很不清楚 我們再討論 再跟大家仔細說明 這樣 好 然後這段時間大家就可以開始去走 你可能還沒有辦法做到很精細的調查 比如說他們那一組那時候去走冷飯坑 你們還沒有拿50米的玄石去量嗎 我們有 你們有 自製 好 那怎麼自製 怎麼自製 因為到時候我們只會有兩個 這裡還是比老師借我們 有時候可能不能麻煩老師 我們協會只有一組 一隻 就是一台50米的 所以如果大家 對 所以如果大家借不到 可是你們 比如說調查時間強縫了對不對 你們就有想辦法 像他們這樣子自己做 那很簡單 你只要有一條50米的長的繩子 然後 隔一段距離 比如說5米 或者是10米 就做個記號 大家懂 大家懂嗎 就可以去做 像這樣子 那個禮神的狀況 就會被我老師 講 因為老師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還有教大家禮神 因為那時候他拿了一條 是布尺 來那個 好 所以 所以請 各個小組 如果你準備要開始做調查 但是你還不太確定 如何著手的 請你跟你們負責的助教聯繫 好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助教沒有辦法解決 也可以找我們 或老師 這樣 好 那如果今天上課 跟下 跟禮拜天的課程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就讓我們贏了 我們要拍攝 我們要拍攝 的 各個閉嘴 可能 應該有些 要拍攝 都是 我 跟你們 的 我們 看一下